白症晚期的女人突然发现最好的闺蜜与丈夫保在了一起 紧接着女人被丈夫一把推向了桌角 然而本该死亡的女人竟重生回了十年前 女人名叫志源 结婚当天婆婆就说她没有家教 只能现在的妈妈我来教你 结婚后又因无法怀孕 婆婆更是百般刁难辱骂 没过多久 丈夫辞职在家挽起了炒股 丝毫没考虑到家庭现在还背负的贷款 婆婆得知后不仅没劝阻 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当婆婆得知儿媳妇患有癌症后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治疗 而是埋怨儿子为什么要与那种人结婚 丈夫考虑的则是谁给自己做饭 两人就这么当着志源的面说这些不是人的话 生怕家里没了钱吃饭 婆婆还叫她不能把生病的事告诉公司 上班要上到不能上为止 志源住院后 见到闺蜜秀明前来探望自己 志源还说自己有个好闺蜜 然而她却不知 闺蜜早已和丈夫搞在一起 虽然不知道与丈夫搞在一起的是谁 但志源却知道她出了鬼 因为刚才有一封我想你了的短信 刚发到志源手机上就被丈夫撤回了 紧接着闺蜜手机就震动了 志源没有察觉 只是将目光看向了她的鞋子 医生通知志源该去注射了 秀明还鼓励她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千万不要放弃 从医院离开 秀明第一时间来到了志源丈夫面前 两个人见面如同干柴烈火 瞬间点燃了彼此 然而就在他们亲热期间 医院的人通知志源 如果想继续治疗 必须通知家属 是否要缴费还是带你回去 志源打了无数个电话给丈夫 可丈夫此时正在和闺蜜一起亲热 根本没听到电话 无奈之下 志源只好强忍着疼痛从医院离开 刚走到门口 一辆诡异的出租车赫然出现 志源在车上抱怨着自己身体情况 以及家庭情况 司机听后则是劝她 路要走到最后才会知道结果 话音刚落 司机突然猛打方向 紧接着车辆向另外一个车道驶去 这条路志源没有见过 就好像凭空出现一样 在经过隧道和一片开满鲜花的丛林后 车子竟抵达了志源家的门口 分别前 司机将车费还给了他 还说今天是自己最后一天开出租车 志源回到家 刚踏进家门的他就见到了闺蜜的那双红鞋 同时还听到了丈夫与闺蜜合伙 为自己购买老险后骗到的打算 志源终于忍不住冲了进去 嚷嚷着要将他们杀了 志源瘫坐在地上 秀敏来到其面前 假惺惺地告诉他 闺蜜的不要脸让志源恼羞承诺 说什么也要拉着他一同复死 这时丈夫走上前 亲手将志源推向了死亡 女人前一秒刚被出轨的丈夫杀死 下一秒就穿越回了十年前 模糊的视线慢慢变得清晰 志源还以为看到了杀死自己的丈夫 感觉到对方抱住了自己 于是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接着便不停地拿东西向他砸了过去 还当着同事的面撕扯着他的头发 丈夫闽幻刚想还手 这时部长出现一把将他丢到了一旁 并提醒志源这里是公司 缓过神来的他还事了一周 看到手上因注射产生的印记不见之后 发了风湿的来到镜子面前 此时的志源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慌乱中不小心碰掉了热水壶 部长又一次救了他 抬起头的志源见到了闺蜜秀明 一瞬间志源想起了死亡前他对自己说的话 于是再一次发了风湿地跑了出去 鞋子也在过程中掉了 来到地铁站差点滑倒的他第三次被部长救下 部长为他去拿鞋子 他则是抬起头看向了四周 只见周围的场景飞速倒退 直到2013年才停下 部长不仅送他回了家 他知道志源出来的匆忙于是将一些现金给了他备用 走进家门 屋里的样子让志源感到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又熟悉 打开冰箱门 直到查看商品上面的保质期才相信自己回到了十年前 一顿后志源开始进行了梳理 他知道救了自己三次的部长刘志赫是什么人 志赫于2021年晋升为UK代表理事 虽然现在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可实际却是UK创办人的孙子 想到这里志源拿出了志赫给的那些钱 然而他却发现 穿越前司机还给他的纸币竟然被带了过来 并且上面还有一颗爱心图案 这个图案是志源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为志源化 一瞬间志源明白了过来 那个送自己穿越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当志源想清楚这一点时 司机照片模样发生了变化 挂坠也变成了父女俩之间的合影 沉浸在悲伤中的志源被开门声打断 原来是敏焕走了进来 两人来到餐馆 闺蜜秀敏不停地发短信问自己在做什么 志源没有理会 敏焕约他出来 是想问白天的他到底为什么让自己为难 敏焕其实想问志源到底什么时候怀孕 最近两个人又没一起睡过觉 提到这句话 让志源想起了重生前的今天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怀了孕 实则却是工作及生活压力大导致的胃炎 志源发呆的样子敏焕以为自己说错 连忙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如果患在重生前 志源还会相信一半 可现在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想到这里 志源不仅说出了自己是胃炎没有怀孕的事 更是提出了分手 然而敏焕得知他要与自己分开后 瞬间暴怒就要动手 被出轨丈夫杀死而重生到十年前的女人为了复仇 决定亲手将自己的闺蜜送给重生前的丈夫 当前世的丈夫敏焕得知自己要与她分手后瞬间暴怒 将志源按在墙角如疯狗般询问她凭什么要分手 志源还沉浸在重生前的恐惧中 只好大声呼喊着救命 呼救声引来了路人 两人进了警局 警察认为两个人只是情侣之间的争吵 并没有对此事做出惩罚 回到家的志源回想起重生前的自己 那时候的他已经开始对敏焕有了恐惧感 什么事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而他更是得寸进尺不停地花志源的钱 导致其背负上了欠债 志源有些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 余额只有七十万 想利用这些钱逃跑有些不太现实 这时敏焕发来短信 对刚才的行为表达了抱歉 还说等炒股赚到钱后就买个包送他志源 炒股二字犹如醍醐灌顶 让志源瞬间明确了要做的事情 钱是他记得敏焕唯一一次赚钱的股票 志源打算先从利用这一点度过这次难关 虽然想不起来自2013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 但少部分事情还是记忆犹新的 第二天一早 志源先是来到医院做了一次全方位检查 在得知仅仅只是有着轻度胃炎后 前世的他因为疏忽了身体导致患上了胃癌晚期 所以这一次 志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再次患病 志源来到图书馆 撞见了同在这里的部长 部长胳膊上因昨天救了自己留下了疤痕 志源看到后对他进行了道歉 而部长却说如果想道歉就请自己吃顿饭 两人来到餐厅 通过短暂的接触 志源发现他并没有像表面那样是个很冷漠的人 犯花痴的志源突然发现志赫手臂上的疤痕与钱 是自己胳膊上的一模一样 虽然感到奇怪 但志源并未放在心上 第二天来到公司 志源无时无刻都在躲避着迷幻 做到电脑前 志源用余额买下了那份即将要上涨的股票 这时闺蜜的突然出现下了志源一大挑 闺蜜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不回消息 不知道 어떤女孩 俺 말기인데 그 남편이랑 절친이랑 禁锋는 걸目격했나봐 대박 真的 미쳤네 내가 죽으면 지원이나 내 거 뭐든 가져도 되는데 난 따라 죽을 거야 志源被领导叫了过去 志源的方案没有得到他的满意 可他清晰的记者 前世的领导也是在这个时候 否定了自己的方案 而闺蜜秀敏则是拿着他的方案 什么也没改动就交了上去 并通过了审核 所以志源清楚领导也不是什么好人 处在打印机面前的志源看见了杨代理 杨代理前世与他没什么交集 但他却清楚杨代理的能力就是晋升科长也绰绰有 志源想与他交流 却被冒出来的另一人打断 杨代理走得匆忙 杯子有一半悬空在了外面 志源见状想起了前世自己因为此事摔倒的阴幕 志源本以为改变了历史 结果却在躲避敏焕的时候摔在了地上 我打断了 我打断了 想到近两天发生的一幕幕 志源终于明白了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 见到闺蜜走到身边 志源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任由让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发生在谁的身上就要做出变化了 生前绿茶闺蜜故意撞倒女主 至时午餐洒得她满脸都是 然后在假衣服身搀扶 趁机将自己的食物又到了她一身 事后居然还兴奋地笑了 但重生后的大女主狠狠地抱了倒饭之仇 原来志源意识到 重生后必须得有人顶替自己的人生才行 而那个人的最佳选择 非绿茶闺蜜不可 这天早晨的电梯里 金科长看到志贺总经理也在 故意大声地呵斥志源好好工作 闺蜜立刻接过话茶 看似替志源解围 实际是嫌金科长的方向错了 强调起了她手中的咖啡 金科长心领神会 批评志源上班时间偷懒 去那么远的地方买喝的 随着志贺发出的不满 这场羞辱才算结束 紧接着志贺把志源叫到了天台 其实是担心她回去不好意思喝 或者又被其他人刁难 所以才这样做呢 感情戏就不讲了 就在志贺打算约志源周末出去的时候 闺蜜突然出现 说什么已经和她约好去某烤楼店了 没过一回 志源拿了些止痛药和窗壳贴送给志贺 没想到志贺将要一分为二 反过来叮嘱志源也要照顾好自己 然而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 全都被渣男看在了眼里 她立刻叫志源出去单聊 并强行拖拽进了仓库 怀疑女朋友喜欢上了大馆 所以才和自己提分手 还没等志源开口 渣男又警告她 别以为志贺年纪轻轻当上了精灵 就以为有什么来头 责备志源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狐狸精 志源懒得解释 但又怕渣男惹出是非 谎称提分手是因为她对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好 果然渣男被哄得信以为真 但非要亲一口兵士前嫌 就在志源准备殊死一搏的时候 谎组长突然打开了门 待渣男慌慌张张的离开后 谎组长表示 虽然是情侣 但也不该强迫对方亲热 紧接着解释想起了从前 自己非常的后悔 希望志源不要像她一样做错误的决定 很快中午休息时间到了 闺蜜说什么都要和志源一起吃饭 却和渣男并肩去了食堂 这里有个细节 闺蜜先去了一趟卫生间 然后才出来打饭 志源注意到 这货打了超级多的饭和菜 回想起上一世 闺蜜故意将饭倒在自己脸上 当自己在食堂难堪的事 就在闺蜜准备死坏事 我心里不禁大叫一声好 一点没浪费全坡渣男身上 志源立刻走上前 一边用道歉堵住闺蜜嘴的同时 一边提醒亲爱的衬衫可是很贵的 闺蜜听到吓坏了 奥森提克陪都陪不起 志源满意的站起身 嘴上说是找些纸巾过来 实际上只是他报复的第一步 突然卫生间里有人呼救 想借几片卫生棉 事后女孩不停的感谢志源 而志源注意到女孩弄脏了裤子 这让女孩更加的感动了 后路之前也有个人进来 那人就像没听到一样 不用猜就是闺蜜 于是四个人一起吃了饭 绿茶明明知道她是闺蜜的男友 却在拥挤的电梯内 公开吸引对方 原来四个人一起吃饭时 绿茶阴阳怪气的嫌颜兮吃得多 刚开始她没听懂意思 解释做大事就得多吃才行 然而绿茶在得知 颜兮家是不好后 表情明显的由客气变成了嫌弃 志源立刻搭话解围 颜兮听后很开心 绿茶却不高兴了 转而开始羞辱志源像猪一样 话里话外透露着她很能吃 渣男一听来了性质 认为绿茶说得非常对 然而绿茶却责怪 渣男不准那样说志源 此时颜兮已经察觉出三人的关系 颜兮见状打算帮志源到杯水 颜兮不管绿茶什么反应有 我就走 在她走后 绿茶还想嚼舌根 志源坦白 颜兮虽然看着年纪小 但和她的直别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别想拿前辈后背那套鸭人 意识到自己可能太针对了 志源拜托渣男照顾绿茶吃饭 她就先回办公室了 紧接着志源向颜兮道歉 没想到绿茶会那样没礼貌 其实颜兮已经知道 刚刚在卫生间里不帮忙的那个人 就是绿茶了 解开误会后 二人往回走 绿茶见状心里非常的妒忌 她和渣男返回的时候 强调志源因为衬衫的是生气 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渣男立刻上手安慰女友的闺女 绿茶回想刚才渣男的举动 肯定不能错过伤害志源的机会 于是开始吸引她 不出意料渣男在绿茶的攻势下已经心里 次日开晨会时 只因严锡数盯了材料 就被金科长一通责备 大家都知道他是朴组长带的人 无疑是在打朴组长的脸 绿茶见状立刻对朴组长使了个眼色 又命令志源给金科长倒杯咖啡 然后以帮他看血的企划案为由 公开邀请金科长出去透透气 这一通操作下来弄得所有人都不舒服 但志源觉得拉拢人的时机到了 于是他立刻找到朴组长 将之前被退回的企划案递到对方手上 拜托务必看看里面的内容 然而却被绿茶闺蜜给撞见了 因为企划案的名字他是记得 当天中午 志源和颜希一起吃糕 颜希想邀请她周末出去玩 可是绿茶也邀请了她 志源表示自己虽然有约 但不想露面 什么样子인데요 不想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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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露面 然后看着第一爱 也想欲望 也想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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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源觉得自己在读书时不受欢迎 也不知道初恋在哪 如今在做什么 有必要去那种回顾不堪的场合吗 颜希鼓励她 如果不去的话 以前只会是不堪的回忆 参加并且改变的话 那就是光辉的历史 下午志源找到朴组长 想要邀请她共同合作 但朴组长逆来顺受惯了 再加上公司制度的关系 原来金科长从不看志源和朴组长的企划案 只是做作样子 公司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了 然而被情感操纵久了的朴组长依旧不相信 志源只能告诉她事情 原来金科长是个职场色狼 区别对待有男友和有家世的女性职业 自从追求朴组长失败后 就经常否定她的企划 之所以能爬到今天的位置 全靠剽窃朴组长的创业 所以志源想打个赌 她会把这份企划案原封不动的交上去 如果金科长不看的话 那二人就大胆地合作吧 朴组长其实也受够了 欣然地答应了这个赌约 然而第二天却发生了个小意外 绿茶闺蜜邀请大女主参加聚会 实际上是想趁机羞辱她 原来志源和朴组长达成赌约的第二天 她就心有余悸地将企划案交了上去 没想到金科长居然仔细研读了起来 突然她发现 心得这份不对劲 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地呵斥志源 虽然丢了面子 但志源却无比的开心 因为足以证明金科长确实是没有看企划案的 条组长都不敢相信 标题一模一样居然没发现 至此二人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当然还有妍希 然而闺蜜看到三人格外开心的样子 察觉是有蹊跷 于是她悄眯眯地走到金科长的办公桌前 仔细地研读了那份企划案 当晚就约了老色狼一起吃饭 然后故意激怒她 表示志源是名校大学毕业 并且非常的有野心 肯定会认为金科长不重视她 没有眼光之类的 金科长听到这话火一下就上来 绿茶赶紧给她斟满一杯 让其先消消气 话风一转提到了那份企划 提议想和金科长共同开发 老色狼还没反应过来 绿茶故作可爱的样子 拍了一堆彩虹品 最终用暧昧的口吻叫了声歌 金科长一听这两个字眼睛里都在放光 不禁地让她想起了结发的妻子 和刚当爸爸时的喜悦 当场就热泪盈眶 欣然地同意了绿茶的提议 另外一边 种族渣男向朋友宣泄 她喜欢上了女友的闺蜜 但是碍于身份的关系没办法更近 朋友不理解志源不是挺好的 然而在她的眼里 勤奋上进的女友只是适合结婚的伴侣 想要激情还得是可爱的闺蜜 与此同时 志源还在加班 她忽然看到桌上有个礼物 和里有张留言信 是绿茶闺蜜写的 礼物是情侣耳环 希望她周末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带 那是一段志源无法忘记的 没过多久 志源准备下班 闺蜜又发来短信 说什么晚上都要去她家里睡 还强调周末一定要去吃饭 原来志源生前硬腰去了 并带了那副耳环 到了现场才发现是同学巨鬼 可她想逃离的时候 恰好撞到了笑巴头头 绿茶兴奋的跑过来迎接 还表示不骗的话志源肯定不会来 一转头志源躲进卫生间 拜托绿茶把自己的包拿来 她想先回家了 就在这时 笑巴几人走进卫生间 谈论志源穿的穷酸 要不是单纯且善良的绿茶叫她来 估计连肉都吃不起 然而志源回想起 卢叔时被他们霸凌和羞辱的不堪的过往 无自觉地抱紧了双腿 突然笑巴二号提醒 刚才志源没在位置上 猜测躲在了卫生间里 万万没想到 笑巴头头挨个隔间寻找 最终用脚踹开隔间的门发现了她 想到这志源心有余悸地摇了摇头 走出电梯她就想让绿茶别来 却意外地收到渣男要来的信息 这不正是撮合二人的机会吗 此时渣男收到了志源立刻回来的消息 而闺蜜却因收到的消息没有表情 气愤地决定不去了 志源刚到家 就看到了渣男的鞋子 没想到她来得这么快 紧接着闺蜜发消息说不来了 就在志源想如何是好的时候 渣男就披着一条浴巾走了出来 竟然直接扯掉玉京用力一手 查闺蜜构限帮她找到工作 但她却勾引自己喜欢的人 瞬间引起同学们的愤怒 然而却被大女主暴杀 原来渣男太敌附身疯狂求爱 吓得志源退无可退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她随便找了的借口跑不去开门 可屋里的两个人都没有点步外卖 一致认为快递小哥送错了地方 然而这人就是赖着不肯走 有些焦急的渣男不得不到门口轰她赶紧离开 志源瞅准时机 必把将她推到门外 然后快速的将门反锁 做完这些仍旧心有余悸的拉紧门把手 任凭渣男怎么叫喊就是不开门 志源灵机一动 发消息告诉渣男 他刚才的举动让自己不知所措 有一种很容易被得到的感觉 现在需要一些时间来缓解情绪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奏效 渣男回到现在就离开 然而却靠在门上 试图解释刚才泰迪般的行为 可越解释越气 脱口而出你有瘦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 他可能意识到这样说不对劲 又改口其实喜欢的是女友的内在 待渣男离开公寓后 躲起来的快递小哥才安下心来 原来刚才是志赫为了拯救志源 故意拜托他送错的 与此同时 志源将所有的衣服摆在床上 然后对着镜子 一件接一件的比了起来 可似乎没有能拿得出手 他又拉开化妆品抽屉 里面只有一只口红和一管盐液 至于颜色的话简直一言难尽 忽然绿茶发来消息 提醒不要忘记后天的约会 其实志源心里是想去的 知道明天结果的他该怎么办才好 星期天早上 绿茶再一次提醒志源 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买给他的老板 心里却想着毕竟红花得有绿叶来衬 校伴们对于绿茶的到来非常欢迎 因为在这些人的印象中 他既可爱又单纯 极其容易被人利用 经常被穷酸的志源当成冤大头 吃他的喝他的 然而绿茶却表示志源很补促 最近也漂亮多了 等一下他也会来同学会 啊 잠깐만 지금 걔가 여기로 온다고? 다들 志원に 오면 좀 잘해줘 요즘 마음이 안 좋은 거 같아 와 마음이 안 좋은 绿茶告诉大家 自己把志源介绍到了UK公司工作 但是他好像对渣男有了好感 校伴们一听这话不愿意 据己人所知 渣男是绿茶的暧昧对象 绿茶赶紧叮鼓大家 等一下志源来了 可千万不能提这件事 就在这时 志源大不留心地来到了同学会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美了金单 当然也包括设计圈套的绿茶闺蜜 原来昨晚志源为该怎样打扮发仇事 仓鼠妹妹发来消息 约他星期六出去玩 星期六早上 志源偶然经过闺蜜买的耳环同款变 一对比才知道假的有多么礼宝 仓鼠妹妹严夕立刻弯腰捡起绿茶款 她瞬间就看出来是款假货 不过碍于情面没有揭穿 志源解释是绿茶送的 严夕脱口而出不是正题 随后故意露出天鹅井 撩开盖住耳朵的头发 镜头一转 严夕请志源吃辣炒年糕 忽然她想起来明天的同学会 但志源表示还没决定好去不去 因为以前自己不只是不受欢迎 甚至遭受了霸凌 严夕听后非常震惊 认为得问问霸凌者为什么要那样 必须弄清楚对方是单纯的疯子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如此一来心里才不会留下个人 志源被她这么一提醒 忽然毛色顿开 如此简单的道理自己居然没想到 于是决定去卫生间里听听校爸们接下去讲了什么 可说来容易 志源不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 一朝一夕就能够退避 严夕认为做足准备的人 就永远不会失败 于是打包了两只尖角放在包里 她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恩了 一转头严夕带着志源来到一家高档的美容会 声称今天的消费用了自己的会员优惠卷 那志源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严夕让她不用担心 对店长使了个眼色 店长立刻补充优惠卷今天到期不用的话太可惜了 就这样打消了志源心中的步履 而这一次她也迎来了脱胎晃空袋 看着镜中绝美的自己 志源不自觉地湿了眼泡 紧接着又去挑了一套衣服 这时她看到了一款熟悉的包包 自己死亡当天绿茶杯的铺铺 严夕觉得挺好看的可以买 原来星期六的晚上 绿茶打来一通电话 其实志源已经猜到她是来借企划案的 如果换作生前可能毫不犹豫地就会答应 但如今志源不仅立刻回局 还特地强调 二人的直别有高低 在公司不要直呼姓名为好 以及命令自己去到咖啡的行为有些见语 大家还是得公司分明一点 然后不给绿茶狡辩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通话 绿茶心里自然是气不过的 紧接着就发过去一条消息 叮嘱务必戴上买的那副耳环 四日志源刚到同学会 就立刻惊艳了全场 闺蜜简直不敢相信 曾经衬托自己的绿叶 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红花 还没等她想好怎么应对 男同学们就已经展开了公式 校霸当即嘲讽 耳环都学绿茶的戴 一看就是没礼貌的人 然而志源没说话 只是露出了耳环的全貌 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 二人戴的不一样 志源的要比绿茶的更有光泽 且更有高级感 舆论瞬间逆转 纷纷嘲笑绿茶学志源 并且戴了假货 原来在参加同学会之前 仓鼠妹妹告诉志源 绿茶买的耳环 可以说是最没诚意的房间 会送这种东西的人 只有一个企度 那就是让戴的人丢脸 于是将自己的借给了志源 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 想到这 志源起身去了卫生间 他没有忘记来的目的 快速地躲进了生前的那个隔间 接下来就要听听看 校伴们说了些什么 没过一回 校伴们走了进来 和上一世一样 校伴二号提醒头头 刚才志源不再怀疑躲过隔间 于是头头开始挨个寻找 但这一次志源主动踹开隔间的门 静止地走到头头的脸上 让其不要在意自己继续讲 因为很好奇从高中开始 他是怎么对绿茶 提歇尔环志源可有话说 绿茶的确送来衣服 随即从包里掏出来票据 表示绿茶送的是假货 所以他亲自去买了正品 但依旧是姐妹款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此外志源还想知道 自己到底贪图绿茶的什么 此外高中还有一个叫白恩浩 听说绿茶和恩浩交往 志源非让二人分手 会一万步讲人家绿茶介绍的工作 反过来抢他的暧昧对象 这就太过分了 志源听后都气笑了 只听一方的说辞 怎么能对另一方 有如此恶劣的态度 好歹也去证实一下 志源将名片递给笑罢解 表明是UK公司组长的身份 挑明已经进入公司7年 绿茶是在自己当上组长的第二年 也就是去年由他推荐进的公司 此时3号想起来曾看过绿茶的履历 证明时间对得上 这时志源掏出手机 拨通了渣男的电话并开启面提 渣男屁颠屁颠地介绍起自己 也就是说勾引暧昧对象是假的 志源推开笑罢们离开了卫生间 就在他拿了衣服准备离开时 绿茶立刻起身喊住了他 而笑罢偷偷也追了上来 让让其他的事就不提了 可就算再怎么行完 也不能让恩浩和绿茶分手吧 如今矛盾拿到台面上来争论 志源也没什么好顾忌的 挑明自己确实喜欢恩浩没错 但绿茶从未与他交往 同学会瞬间鸭雀无声 全都在等绿茶的回应 绿茶狡辩知道志源喜欢恩浩 但二人已经偷偷地交往了 所以才没告诉他 对啊不知道怎么让分手呢 绿茶又改口称志源知道二人偷偷交往 笑罢立刻将绿茶护在身后 让让志源太凶了 就是因为这种臭脾气才会没朋友 干嘛那么较真呢 志源不明白都拿名片出来澄清了 却说自己脾气差 孝大一听这句话特生气 让让分了十二期买的 怎么随便质疑别人买假货呢 因为绿茶的一句话 志源被同学们欺负了整整三年 如今又在同学会上这样 倘若只是想单纯的罢了 当然不可能道歉 然而笑罢可不想听这些废话 他只想知道绿茶和恩浩有没有交往过 就在这时 恩浩在人群中走了出来 亲口承认没和绿茶交往过 与此同时 UK董事长崔长孙志鹤联姻 但志鹤表示已经有喜欢的人 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爷爷的 任何吩咐也全部照做 这次他想自己做决定 总之爷孙俩的谈话非常的不愉快 事后老爷子让秘书调查一下 孙子喜欢的人 不该有的萌芽必须早点铲除才行 原来志鹤在几天前联系到了白恩浩 拜托他参加同学会并解除一些误物 可能会对志源比较好 想到这志鹤有些放心不下 来到了聚会饭店的附近 恰好看到恩浩牵着志源的手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施害者感同身受 志源离开同学会后 孙爸三人开始轮番质问绿茶 绿茶狡辩志源比自己生智快 但孙爸可不是傻 一个被安插进公司的人 怎么可能比安插者生智快 聊到这孙爸二号更气了 绿茶以高管的身份传授了很多求职技巧 作为回报要求请他吃饭 闹了半天都是骗人的 孙爸偷偷觉得这些就算了 仿称和恩浩交往过又是什么情况 其实绿茶一直联系不上恩浩 才落得现在人人喊打的局面 那孙爸偷偷怎么可能轻易算 因为绿茶的谎话他们被爽多少年 如今所有的事都真相大板 他们想看看绿茶还要什么花样 绿茶试图靠卖藏访过关系 突然孙爸偷偷反应过来 这人一直以来都在陷害志源 志源整个高中时期被欺负就是因为绿茶 四处散播贪图他的男人 学习他的打扮 想要他所有的东西 孙爸们可不惯着绿茶 让他收回虚伪的哀嚎 绿茶意识到确实有些失态 转头就去卫生间调整情绪了 他简直快要被孙爸解人气死 因为他没觉得自己做的有问题 委屈之于拨通了志源的电话 但却始终没人接听 当绿茶再次返回聚会时 所有人都已经不在了 甚至没有一个帮他收包 也就是说绿茶成了当年的志源 另一边 白恩号拦住志源 鼓起勇气承认喜欢他 就在二脸尴尬不知所措时 志源立刻掏出手机打给志源 表示现在需要他帮个忙 有关公司宣传预算的事 志源看了看眼前的恩号 最终还是答应了志源的请求 不过久别重逢二人还是互留了号码 就在志源离开后 恩号一扭头看到了策划者志源 他俩的表情瞬间凝固 似乎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思 镜头一转 二人来到子公司发布会 志赫提出了一个大胆创新的建议 但是集团的保守派都不同意 他希望志源可以支持自己的想法 刚走进展厅 志源就凭借着记忆认出 此次的项目会在未来的十年内 成为最大的平台 不由得对志赫多了几分欣赏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老朴 和金科长一样 是个大色狼 握手时没占到便宜 转而夸赞和美女工作才有意思 和预想的一样 老朴非常不赞同新创业 当着志赫的面辱骂下属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新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不堪入目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不懂装懂 一旁的志源为了缓解尴尬 立刻解释第一次上那种网站感觉是不好 但自己首次登录时 却出现了一个名叫那家伙很好吃的文章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读了一两章 发现确实会按照兴趣推荐喜欢的内容 然而认为背对的老朴勃然大怒 警告志源只要在旁边陪笑 当个花瓶就好了 为何要讲这些狂妄的话 志赫强调是因为自己想听员工的建议 所以才会在周末把志源带过来 说白了就是用身份护着他 吃了别的老朴又不敢对着董事长的长孙发火 只好转身向一旁发笑的职工撒起 回去的路上 志赫风趣地消除了志源的尴尬 并且叮嘱 不要习惯去配合别人 此外他很好奇那个网站的文章真的好看啊 志源被志赫的调侃逗得时而大小 时而面颊红郁 期间绿茶闺蜜打来好几通电话 不过他都没有接 忽然恩浩又发来短信 表明重逢后控制不住想联系志源 一旁的志赫看到志源收到消息后开心的样子 不自主地吃起醋来 很快就要到志源家楼下时 他们看到了渣男的身影 志源赶紧调节座椅 试图不被他发现自己 可外面根本看不到车内 志源还没来得及解释 又瞄见了闺蜜 他立刻躺了回去 话分两头 渣男遇到了绿茶 他们俩一起来到志源家门口 却发现门禁密码换了 此时渣男露出了本性盯着绿茶看 而绿茶喝多了正憋着气 那么他俩能擦出什么火花呢 其实绿茶也正有此意 也想利用渣男报复好朋友 另一边 志源躲到了江边 他考虑该如何为自己刚才奇怪的举动解释 索性告诉志赫 虽然自己和渣男是公认的办公室情侣 但他不想谈论私生 没想到志赫压根就没想论 还叮嘱只要做的决定对自己好就行 其实志源最近明白了一个道路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迎合别人 以至于忽略了自己 他现在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比如室内装修 志赫认为被小看了 习惯性地摘掉了眼睛 志源立刻表示 他上一次就有种感觉 志赫要不要考虑不戴眼睛 与此同时 绿茶向渣男倾诉苦水 他觉得志源变了 甚至有点奇怪 感觉二人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渣男被他这么一说 也怀疑女友是不是喜欢上志赫 这时绿茶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 非常真诚地告诉渣男 今天要不是有他自己肯定会很难过的 渣男哪受得了这个 连忙加菜缓解注意力 恰好二人加到同一个年糕 此时此刻渣男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另一边 志赫送志源回到公寓楼下 叮嘱他结婚前 一定要尽量多交往一点人看看 志源误以为他很开放 听到这话 堂堂公司总经理竟然语色 吃吃乌乌半天也没说清楚想表达的意思 然而那副着急的样子却把志源给逗笑了 刚进屋 志源就接到了绿茶打来的电话 不过他依旧没有接 紧接着绿茶发短信解释 真的不知道同学们会那样 不然肯定不会叫他去 志源懒得理他准备洗漱 突然渣男又打来电话 然而接听后传来的却是绿茶的声音 志源想都没想直接挂断 还真是与找鱼瞎找瞎 他现在只求一件事 那就是渣男和绿茶赶紧结婚吧 这时恩浩也打了过来 毕业这么多年二人从没联系 原来高中时期 他俩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误会 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按照闺蜜的描述 是他将志源暗恋恩浩的事告诉了对方 当时志源误以为喜欢让恩浩不高兴了 所以才会闹到这个地步 然而恩浩坦白是志源拒绝了他 自己还留有当时拒绝的回信 志源希望二人立刻见面 并拜托恩浩带上自己的回信 第二天 志源刚踏进公司 就引来了同事们惊讶的目光 没想到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为此志源非常感谢颜西 最激动的药鼠渣男了 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友 恨不得现在就抱住啃一口 然而在志源的眼中 二人的行为仿佛是情侣之间的亲密 并且志源还笑得特别的开心 他一个不留神撞到了几件产品 绿茶赶紧弯腰去捡好趁机陷味 然而志源看都没看他一眼 反而来到志源的面前 评价他今天的穿着似乎不合适工作 旁边的仓鼠妹妹立刻解释很适合 为什么要指责他呢 注意后加了敬影 这时志源发现志赫没戴眼镜 一旁的绿茶又凑上来拍彩虹皮 但再一次被志赫打乱 女朋友突然变成美女 渣男收到赞赏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危机 于是立刻叫上志源单独聊一聊 按他自己的话说 是为了宣示雄性的主权 站起身就想砍志源 幸好咖啡是冰的 不然又得进医院脱毛 这小子来不及发火跑去换裤子 下好绿茶来找志源谈心 不得不承认他撒谎的技术真是一流 绿茶将责任全都推卸到校霸们的头上 还假惺惺的问不会怪人家吧 要不是志源死过一次 可能真就相信并且原谅绿茶了 然而这一次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报复 志源称绿茶完全没有理由说谎 除非想欺负自己 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怪胎 可是会那样做的人未免也太狂妄 此时绿茶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似 不得不装作同意 然而这还没完 志源提醒 校霸们的霸凌目标转向了绿茶 他竟不是高中学生 所以要跟恩浩问个清楚 绿茶听后怕死了 绿茶强装镇定 故意提起渣男可能会不高兴的 志源立刻表示男友不是那种人 还故意透露他最近靠股票赚了很多钱 注意绿茶得知消息后眼睛都在放光 当晚下班时 绿茶对志源的称呼变成了尊称 然后想请高管们吃饭 调组长得去接小孩 志源要见客户 唯一一个想去的颜希还被他忽略了 还真是什么眼看人逼 电梯临关门前 志赫赶了过来 他本想乘下一趟 忽然贴见角落里的志源 决定挤进去 电梯里同事们夸赞志源的同事 感叹渣男的福气好 声音虽然不大 但志赫听起来很刺耳 最重要的是志源没表态 闺蜜又很妒忌 走出电梯 志赫没忍住 喊了一声志源 好奇他今天为什么穿成这样上面 可想了想觉得这样问不合适 但心里又过不去这个卡 所以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为了谁 或者因为谁才打扮得这么漂亮 志源告诉志赫 穿着是让自己的心情好 没有为了谁一说 从现在起 他不会傻傻地拘泥于一种形式 一切只为了自己 志源能这么想志赫非常的开心 二人的关系从此刻变得微妙起来 回家的路上 志源回想起志赫与渣男之间的差距 不自觉的小鹿乱撞 猜测他会不会喜欢自己 然而目光一瞥看到了颜希 他似乎因为买了个包包很高兴 志源刚想上前打招呼 却看到志赫走了出来 二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超过了上下级 再加上志源记得上一世 金科长举报颜希和志赫有不正当关系 因此仓鼠妹妹被开除的事 于是断定他俩是情侣 实际上颜希是体验生活的富二代 董事长的掌上明珠 志赫的亲妹妹 当晚志赫洗澡时盯着自己胸前 和志源前上一模一样的涂鸦陷入了回忆 原来上一世志源的丧礼上 他亲眼目睹警察将杀人犯渣男和共犯绿茶被逮捕 这才意识到喜欢的人是非自然死亡 紧接着又听到校伯们在吊咽厅谈论 绿茶骗了他们几个的事 十年前的同学会上对志源太过分了 以及绿茶构陷和恩浩分手 恰好恩浩来到丧里 亲口承认从未与绿茶交往过的事实 悲痛欲绝的志赫喝多了几杯 他所听到的志源的人声令人发指 回去的路上 志赫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醒来后胸口莫名的多了的涂鸦 这醉酒的女孩独自走在街上 旁边两个猥琐的男人商量要不要解释 恰好被经过的志赫给听到 出于好心态立刻拦住女孩 没想到却撞到了一起 此时的志源明显有些站不稳了 于是志赫问他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一个人出来的 然而听到这句话 志源透露父亲在三个月前去世 并且刚刚和男友分手 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是一个人 这一岛不要紧 惯性让志源的眼睛掉在了地上 被他自己给踩碎了 志赫不好意思地把志源的头摆着 然而志源突然闻到一股香气 直接就凑上前去仔细地闻了起 不知道是味道太独特 还是他肚子饿了 直接张开嘴用力地咬了下去 志赫忍住疼没把志源推开 但叫喊声响彻整个街道 志源死死地咬住衣领就是不松口 最终志赫实在是受不了 这才用力地推开他 然而在志源的眼中 有个朦胧的男生站在面前 他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没过一会儿 二人坐在公园的草地上 可是志源的酒还没醒 志赫不明白为什么不回家再来 然而对于他来说 在哪不都是一个人吗 父亲刚过世不久 也没有兄弟姐妹 就连妈妈都离家出走三千一百九十三天了 说到这志源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他有一个要好的闺蜜 可每当自己难过的时候总是联系不上 不过话说回来 像今天这副糗样 要是和闺蜜在一起的话 志源觉得有点窝囊 说爸放声大笑 他突然想起了渣男男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是说忙 就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来 虽然志源心中早有预料 但他依旧装作没事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 一个人承受着那份悲痛 话风一转 志源聊起了绿茶闺蜜 夸赞他既善良又可爱 他可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可是站在他旁边 总让志源有种很寒酸很窝囊的感觉 志赫认为有这种感觉应该远离他才对 志源没有回答 反问志赫坐过船没有 自从父亲过世 他好像每天都坐在船上一样 明明已经踩稳站住 可身体却不停地摇晃 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不安 志源想站在土地上 而秀敏就是他的那块土地 志赫也敞开了心扉 他的母亲已经过世5328天了 后来爸爸娶了静 又生下了妹妹 虽然母女俩都是好人 但他的心里总是有个疙瘩 志源和志赫聊了很多 从那天起 他要做他如土地般的朋友 不知道过了多久二人躺在草地上 志赫轻轻地为志源盖好衣服 然后安心地睡着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志源已经不见了 人生往往就是如此 昨晚畅谈新事的女孩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从今以后便没了交集 或许志赫也是这样想的吧 然而开学的第一天 志赫就听到个熟悉的声音在碎碎念 什么发现自己的脸埋在一个不讨喜的大叔的怀里 真是吓死了之类的话 他闻声寻取 发现讲话的人正是那个女孩 不过他没有上前打招呼 然而心里却对大叔一词产生了不自信 其实志赫经常看到志源喂流浪猫 虽然心里非常害怕 但他尝试学着他的样子喂猫 时间如流水般悄然而逝 转眼间已过四季 喂养流浪猫成了二人一样的爱好 然而这一天 志赫为了救流浪猫 被车子撞伤导致退学 当他们再次相见时 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是企划组的职工 本以为能有好的结局 没想到只是不幸的开始 就这样 志赫带着遗憾魂穿到了十年前 这一次他要改写与他的命运 林女友对上司笑了一下 渣男男友就单独把他叫到仓库 揣测上司喜欢女友 并警告志赫离那人远一点 志赫解释赫是有女友 然而渣男一听火气更大 在他的世界里 只要是男人就会披图 其实有了老婆也会喜欢上别人 而他们最理想的对象 就是那些第一次见到的陌生女子 其实志赫知道 本身是哪种人就会担心哪种事 更不要说上一世亲眼见过渣男的恶行 于是他故意问渣男 听到这话渣男愣住 志赫见状夸奖称 所有的男人应该都像他那样 就在这时 条组长和仓鼠妹妹叫志赫出去 他这才有借口脱身 然而看着女友的状态 渣男总觉得志赫最近有些不对劲 忽然绿茶出现在了视线里 他立刻转身就跑 这让绿茶有些疑惑 另一边三人坐在休息室聊天 绿茶突然走了进来 静止地坐在志赫的旁边 非常没有礼貌的搭话 自顾自地回忆二人曾经的过往 还表示想起了小时候 吃过一种什么糖 抱怨志赫每次都弄碎 还是自己帮他包的 丝毫看不出其他三人嫌弃的目光 绿茶拜托朴组长和仓鼠妹妹 严夕好好照顾志赫 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 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在首尔 一个在釜山 志赫交不到朋友 整天待在图书馆里 自己就只好不停地两地亡粉 每周真是累得要死呢 为此不得不四天上完所有课 然后再陪志赫三天 严夕是一点也看不下去 可朴组长不明情况 很羡慕这样的友情 志赫最害怕的就是类似的情况 贬低他从而抬高绿茶自己 就在这时 金科长走进休息室 训斥女员工们什么都不做 整天躲在这里 并指定读过韩国大学的志赫 替他把车停好 志赫虽然不高兴 但依旧接过了钥匙 最终在金科长的咆哮声中 大家都去工作 停好车子后 志赫欲感到绿茶一定在抖自己 果然如他所料 绿茶就堵在电梯门口 因为这人肯定要安慰自己 只有他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其实绿茶除了安慰 还有别的目的 想拜托志赫 同意他加入这次的项目 承诺会好好认真的工作 那样就可以转阵了 绿茶直接换了副嘴脸 猜测好友因为同学会的事还在怪他 表示和校伴们说的都是玩笑话 如果还在生问气的话 他真的会很难过 志赫被绿茶的表情吓得一时雨色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绿茶健壮 又装作可爱的样子 表示二人可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就在这时 金科长叫志赫过去一趟 顺便还给绿茶使了个眼色 原来这人利用职位之便 在此次项目中把志赫除名了 美其名曰挂了他的名号企划 汇上一个档次 其实志赫清楚 因为这一世没有把企划案给绿茶 所以才会被金科长抢走 然后再加上绿茶的名字 当晚志赫找到恩浩 打算请他吃顿饭 与此同时 渣男怎么打志赫的电话都没人接听 他又联系绿茶 打听女友的下落 然而绿茶一听 立刻表示志赫打扮得很漂亮 难道没和渣男约会吗 并且叮嘱要好好管管他了 毕竟志赫妈生了孩子后 就找到了灵魂伴女 随后话锋一转 觉得好朋友很可怜 可渣男听来就变了味道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绿茶立刻装出惊讶的样子 解释自己说错话了 还以为渣男知道呢 不断地叮嘱千万不能让志赫知道 然后强调 劈腿又不会遗传 实际上控制不住地笑了出来 渣男草草地挂了电话 火气一下就上岸了 而绿茶觉得挑活成功 控制不住地兴奋 因女友的嘴唇发红 渣男就这样说 原来志赫在恩浩的手上 拿到了回决信 信上写着 别自以为很受欢迎 所有人就都喜欢你 我简直要吐了 以后别再和我说话了 恩浩认识志赫的笔记 所以才会断了联系 志赫坦白信不是他写的 同时也很担心 绿茶可以微妙微笑地 模仿自己的笔记 二人准备回去时 志赫透露自己有男朋友了 恩浩听后认为 是那个戴着黑色镜狂 穿古板西服 手腕上还戴着 名贵手表的男人 符合所有条件的人 只有志赫 志赫好奇他是怎么认识 恩浩称告诉自己 有同学会的就是他 二人聊天的时候 恰好被志赫给看到了 心里想着 尽量不去打扰志赫 然而他的一颦一笑 在脑中挥之不去 志赫担心恩浩 先俘获志赫的心 于是犹豫再三 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然而在那之前 志赫不想被渣男骚扰 索性直接将手机关机了 回家的路上 志赫发现有个人 在跟着自己 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可那人也紧跟了上来 志赫逐渐地害怕起来 漫无目的地开始逃命 原来跟着的人是渣男 渣男质问志赫去了哪里 并且发现他的嘴唇涂了口 为了证明眉涂志赫擦了一下 递到渣男的面前 让他看清楚 然而渣男却认为 一定是去勾引谁了 紧接着就说出了 有其女必有其女的话 志赫一下就猜到 肯定是绿茶告诉渣男的 此时渣男还在数目 平时不会买衣服的人 话还没说完 就闻到了香水的味道 像狗子一样凑上去就秀 渣男越说越气 手上逐渐用力 他这样的行为 让志赫想起了 上一世被打的经历 就在这时 渣男爬起来还想叫嚣 结果被志赫掐着脖子 直接对到墙边 他满脑子都是 上一世渣男不知悔改的样 气得直接把志赫提了起来 尽管志赫焦急地呼喊志赫的名字 志赫都想掐死渣男 好在最后一刻他恢复了理智 吓得渣男把腹就跑 像他这种人根本没有责任一说 丢下女友头也不回地逃出去老远 镜头一转 志赫和志赫坐在长椅上 他解释自己很担心 担心渣男会伤害志赫 并且表示人是不会变的 做过的是肯定还会再做 志赫误以为志赫知道了渣男有暴力情形 可自己在结婚前根本不知道 志赫后悔没把渣男的手脚打断 然而志赫虽然承认他富有洞察力 但有一件事是不能容忍的 二人聊天的样子恰好被绿茶给看到了 因为个人经历的关系 志赫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半顶 更何况仓鼠妹妹对他而言是最珍贵的人 怎么能和颜希谈恋爱的同时 又追求自己呢 他气得想立刻打电话告状 志赫见状提议由他来 承认喜欢志赫的同时 拨通了颜希的电话 听完二人的聊天内容后 志赫才知道他们居然是兄妹 一转头 志赫把志赫送到家楼下 突然就凑了上去 就在我以为要接吻的时候 他晕倒在了他的肩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女人故意解开衬衫上面两颗扣子 然后蹲在闺蜜男友的面前 虚伪的关心他发生了什么事 实际上在盘算如何抢走闺蜜的男友 渣男瞬间就被迷住了 另外一边 志赫在医院里醒来 恰好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医生通知由于他近期疲劳和睡眠不足 太过勉强导致大脑停满 建议要自律一点 此外提醒志赫 他的消化也不怎么好 一听这话 志赫立刻拜托医生给志赫做个胃部检查 志赫解释他不久前已经做过断层扫描 只是普通胃炎而已 医生和志赫不理解 好好的为什么做这类检查 总之他们俩都有种奇怪的感觉 与此同时 渣男避东了绿茶闺蜜 绿茶闺蜜又故作羞涩 更加激起了渣男的占有欲 就在这小子想要进一步时 绿茶突然将其推开 嘴上说着不可以 不能做对不起志赫的事 心里却算计不能让渣男轻易得手 休得一下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果然渣男就吃这一套 开始怜香惜玉起来 绿茶立即释放信号 梨花带雨地表示二人好了那志赫怎么办 渣男被感动的眼泪喊眼泉 但依旧替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并给予了一个深情的拥抱 绿茶见目的达成笑了起来 而渣男以为得到了知己身陷其中 镜头一转 渣男跟着绿茶到了他的家门口 另一边志赫和志源离开医院 他提议开车送他回家 但志源没有表态 志赫见状解释自己是个好人 可他被伤过的心 没办法再次相信其他人 志源索性强调自己已经有男朋友 而男友又是志赫的下属 由于今天的事 他的处境变得很为难 话音未落 志赫让他多注意渣男意 每时每刻都得更加小心 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 明确地表示喜欢志源 如果志源不喜欢自己的话 他绝对什么都不会做 更加不会让志源为难 但在那之前 希望可以慢慢考虑与渣男的关系 第二天 绿茶前脚刚坐在工位上 渣男后脚就跟了进来 然后对着志源怒目而视 恰好被志赫给看到了 午休期间 他就以公司规定禁止办公室恋情为由 希望渣男和志源分手 那渣男自然是不愿意的 志赫要求渣男 不准再跟志源动手 然后用力地掰住他的手腕 让其承诺今后不对志源动手 昨晚的事也既往不就 渣男虽然嘴上连连答应 但心里却生出了一丝恨意 镜头一转 志源主动找到渣男 本打算提出分手 但转念一想 如果二人现在分手 那渣男和绿茶又将怎么发展 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这时 渣男似乎转性了 对昨晚动手进行道歉 然而没过一秒就指责志源 要不是他那么夸张 志赫也不可能插手 不过从现在开始 渣男觉得得好好管教女友 志源突然好奇 他昨晚被打后直接回家了吗 听到这话渣男瞬间汗流加倍 那么他和绿茶到底做了什么呢 女人不仅给男友制造和闺蜜独处的机会 甚至主动拿出信用卡请客 原来昨晚渣男和绿茶回到楼下后 绿茶决定勇敢做自己 照着渣男的脸颊巴基就是一口 然后飞快地进了小院 做自己警线刚才那一刻 当面对志源的提问时 渣男谎称昨晚挨完揍就直接回家了 不过志源已经猜到 男友和绿茶肯定发生过什么 刚回到办公室 金科长就约志源和朴组长一起吃午饭 恰好只剩下了绿茶和渣男 这不正是撮合二人的好时机吗 于是志源拜托渣男男友 务必带绿茶闺蜜去吃些好吃的 并且掏出信用卡让他随便刷 渣男听后心里乐开了花 其实绿茶也正有此 话分两头 金科长的这顿是鸿门宴 他把志源写的企划案交给了亲戚朗条审核 但却加了他的名字 美其名曰为了让事情顺利进行 实际上就是坐享其成 金科长故意找茬 提出企划案的细节不够完美 得重新更换包装和材料 再借用明星打造品牌价值采取 这和志源当初写企划案的初衷背道而驰 他立刻提出了反对 没想到金科长大发为庭 怒斥直别低的人 照吩咐去做才有前途 于是立即决定 此次项目志源被除名了 另外一边 渣男带着绿茶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仅仅一个点葡萄酒的过程 就让绿茶觉得他是个不错的男人 不但有格调 懂得还很多 又是大企业的职工 重要的是渣男是志源交往过最不错的 而渣男觉得绿茶一定是迷上自己 与此同时 志源气得离开了餐厅 朗组长觉得除名提案者不太好 实际上老朗会推动这个企划 但是参与者太多了 毕竟老朗的名字也得写上 也就是说他是不意找借口除名志源的 志源刚到公司 就收到了消费34万韩元的提醒 仔细想想 上一世自己不懂得如何跟别人懂 才会活得那么惨 而这一世他决定不能被没良心的人再抢种一切了 办公室里老朗把企划案拿给志赫看 表示金科长很会做事 但运气不好 然而志赫看过企划案后 发现没有志源的名字 他记得他有个相关的企划案在写 不禁的有些疑惑起来 离开办公室后立刻给志源发取消息 询问他企划案写得怎么样 志源想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恶人 回复还在写 当晚志赫约志源去个地方 那是一家私人柔道馆 志赫递过来一件运动服 让志源赶紧换上 虽然教的是一些基本动作 但是他明白了一个道路 一旦站上了决斗场 目标就只有撂倒对方 最终志赫还故意输给志源一局 帮助他重拾了信心 第二天志源仿佛换了一个人 死死地盯着有手好闲的金科长 那么他将怎样回击呢 大女主凭借金手指迈出报复的第一步 而他和男主似乎都发现对方是重生者 原来志源将改写后的企划递给了金科长 并为昨天的事进行道歉 没想到金科长拿出一份 几乎和志源创意一模一样的企划案 并强调别以为没人能想到相同的点子 志源注意到 企划案的执行者是老条 心里立刻就有了个主意 立即要求给自己一次机会 金科长以为志源服软了 便让他将两份企划整合之后交上来 看表现如何再做决定 旁边的绿茶文声不要太开心 一转头 绿茶尝试拉拢朴组长 表示自己可不是故意抢志源位置 毕竟有时候机遇也很重 紧接着又夸志源什么都好 但太过正直不懂便通 实际上这些话全是说给朴组长听的 然而绿茶见对方没反应 特地提起 自己可是想当他的好妹妹了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朴组长不了解 绿茶的心机 大方的表示今后就一起好好完成项目 另一边志源进 不久后老朴在飞机上 就会因为使用暴力被免制 他的弱点自己已经掌握了 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就在这时 绿茶叫志源和大家一起吃蛋糕 休息室的气氛很微妙 朴组长感叹绿茶很照顾志源 然后话锋一转 问什么时候能整理好企划案 提议在金科长过目前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好 当然也包括绿茶 志源毫无保留地将重新思考的策略 分享给了所有人 并提议所有事项都挂老朴的名义 恰好被经过的志赫听到 于是兴起话在金科长 董事长长孙刘志赫 部门经理老朴和志赫爷爷的审批后 正式开始启用 并将推动者老朴塑造成 平易近人 不加好男人的形象 产品一经问世好评如潮 波天的富贵让老朴笑开了花 而他最想感谢的 是那个提议挂自己名字的人 当然出谋划策的是志源 然而金科长为了贪功 谎称是他自己 开心之余 老朴决定出国 效仿志赫打通国际市场 如此一来肯定会升职加薪 赢取埋赋美 他承诺到时候 金科长也会跟着步步高升 然而志源这样做 其实是在懂 绿茶以为这次项目稳了 故意带着渣男请志源吃炸鸡 然而渣男买的是绿茶最爱的口味 志源见状表示自己要出外情 但却提醒渣男 以前和他一起坐在飘窗场 边看夜景边吃炸鸡 那种气氛很棒 看上去像是在秀恩爱 实际上是点醒二人约会 该怎么制造浪漫 第二天 志源打电话给老朴 挑明目前进行的项目是自己 他对于被除名提出异议 这给老朴气得直接挂了电话 志源祈求这次可以赌赢 挂了电话后老朴就开始找麻烦 过程都被乘客拍了下来 他因为座位旁有人 就不停地敲空姐的头 然后打电话给金科长 训斥他为什么没把写起话 按着志源处理好 紧接着不遵守飞行中的规则被提醒 他又把空哨给打了一顿 事件被曝光后 老朴直接被免职 弄得绿茶心里慌慌的 反观志源着实出了口恶气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志赫 志赫来是想告诉他 金科长被处分了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不小心撞掉了志源的手机 里面正在播放一首英文歌曲 志源表示他很喜欢听帝哥 但是怎么都找不到 相比帝哥志赫更喜欢C哥 然而志源听后表情瞬间凝固 反应过来的志赫笑容也消失了 因为帝哥2020年才出版 C哥则是2017年的 但此时此刻是2013年 两名魂穿者终于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志源将自己如何穿越 穿越后又有怎样的打算 详细地告诉给了志赫 重点强调了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如果绿茶布和渣男结婚的话 那么他将死于丈夫和闺蜜之手 然而这个规定志赫一点都没察觉 唯一改变的可能只有拜托恩号去同学会 解开误会 志源有些好奇 他怎么知道同学会发生的事 志源想知道他的葬礼是怎样的 志赫觉得很悲伤 有很多人感到了后悔 志源一听这话连连摇头 认为他一定是在安慰自己 不可能有人后悔 要艳的人顶多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 说着说着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志赫见状建议换个地方聊天 可能要聊很久 起初志源有些犹豫要不要上去 最终还是跟着一起进龙 其实刚才志赫就一直在担心自己的结局 毕竟该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他问志源 避开渣男或者分手 然后再与绿茶绝交不行吗 然而这些志源都是过了 渣男听到分手就会发狂 说不定会比上一世还早死十年 志赫又问 逃到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呢 其实志源刚魂穿回来就打算那样躲 但最终现实不允许 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金 但当志源了解到该发生的事 终究还是会发生后 他就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然后指着手臂 告诉志赫这里本来有个疤痕 是他代替自己受了伤 听到这话志赫的心里凉了淡紧 一把抓住志源的胳膊追问 如果自己没受伤 那么受伤的一定是志源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志赫显得有些沮丧 也就是说伤疤就是伤疤 结婚还会结婚 而死亡终会降临 志源很想知道志赫是怎么回来的 不过他没有说实话 表示睡醒后就是2013年了 第二天一早 志赫被仓属妹妹的电话吵醒 然后大不留心的来到公司 净直地冲进部门经理办公室 原来老朴被解雇后 爷爷派了个铁面无私的亲信上任 志赫心里清楚 表面上是填补空缺 实际上是来监视自己的 而亲信崔市长又是个难缠的角色 此时崔市长已经调查清楚 志赫喜欢的人是志源了 并且知道二人昨晚一起回的住所 他希望志赫不要被女人蒙蔽双眼 因为一夜冲动就把项目交给志源 崔市长建议将项目交给朴组长 他允许志源作为组员参加 志赫提醒崔市长 希望他也不会被女人蒙蔽双眼 那样将会得出志源是适合负责项目的结论 镜头一转 志赫宣布朴组长负责项目 组员是志源 渣男和绿茶 志源有些故理解为什么这样 志赫坦言朴组长只是暂带项目 加上渣男和绿茶是方便他们产生感情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绿茶将自己喝过的吸管 递到闺蜜男友的面前 让他也尝尝草莓味的牛奶 渣男见状连连白手 心里却乐开了花 当晚志赫来到江边 对于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无法释怀 因为他不忍心将自己的意外死亡转嫁到别人的身上 不过恢复李志赫做了个勇敢的决定 镜头一转 志赫在恩浩的店里喝得烂醉 仓鼠妹妹接到电话后 慌慌张张地赶过来接哥哥回家 意外地与恩浩两个看对眼了 第二天一早 志赫醒来就喝了很多 这时庸人通知 爷爷有事找他 原来与志赫有婚约的又拉 将老朴打人仪式处理得很好 虽然说二人都没有结婚的意愿 但身为南方毁约总说不过去 所以老人家还是希望孙子能去见见又拉 然而志赫已经心有所属 不愿听从爷爷的安排 老爷子着实有些恨铁不成钢 昨晚喝得烂醉被妹妹背回家 今天一大早又在喝 但他表示就算这样 也不会为了弥补自己的心愿而强迫孙子 不过关乎于李树 对又拉尽量表现出诚意 此外爷爷想见见志赫 然而志赫根本没打算安排见面 志赫说爸转身离开了 他现在知道自己何时会死 而这次他想守护他 绝对不会因为其他原因逃避 至少不让自己感到后悔 即使志赫的幸福里没有他也无所谓 与此同时 公司都在谈论那只股票疯涨的事 渣男听后把责任怪到了志赫的头上 美其明约为了他自己才会卖掉 幸好还有科技股 不然绝对会与志赫分手 志赫好奇地打开电脑 一段时间没看 收益竟然高出七倍 这时渣男叫他 恰好被绿茶给看了 这人好奇刚才好朋友在浏览什么 打开一瞄才知道竟然是牛股 于是他一边抱怨志赫是老狐狸 一边将家当全部买进了那只股票 与此同时 渣男想带志赫去高档餐厅吃饭 实际上想在女友这里拿些钱 借口是之前卖股票给他一些 而目的又是想和绿茶发生点什么 渣男的这些小伎俩志赫怎么会不知道呢 于是谎称那些钱全部买了保险了 计划泡汤的渣男气得当场露出真实面目 不过很快又伪装了起来 考虑要不要把科技补卖掉 那志赫怎么可能同意 这次一定得让渣男身败名列才行 于是又谎称自己还有些存款 只要不卖股票就借给他 然后提议这个周末带上秀敏一起出去玩 时间一晃来到了周末 渣男当着女友的面和绿茶聊得嗨起 而绿茶则时不时地放出暧昧的信号 着实把志源给恶心到了 突然志源被一个噩梦惊醒 渣男关心他怎么了 绿茶听后直接跳进了渣男的怀里 而这个情形和多年前情侣二人的一幕一样 貌似该发生的是真的转移了 见到此情此景志源不禁地回想起 渣男教他学自行车的时光 就在这时忽然来了通电话 貌似是工作上出了点问题 志源直接就离开了 而渣男看到后面有人骑自行车 便问绿茶会不会 绿茶故意划破手臂 并当着渣男的面 特殊地处理了将要愈合的伤口 与此同时 大女主差点淹死 原来志源接到的是恩浩的电话 二人约好在公司楼下见面 他特地来给他送树花 好巧不巧被志赫给看到了 要说不妒忌那是不可能的 另一边志源放下滑 推门走进了办公室 原来志赫当上董事长后错失了两点 其中一个是崔市长的离去 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很难掌控 而这也是无法让志源当项目负责人的原因 除此之外 志赫表示任何事都会帮助志源 第二天 公司为了部门的团队合作 决定举办全体员工的露营活动 筹备的任务交给了仓鼠妹妹 他想到的点子是抢夺名次 然后依照名次注进对应的露营装备里 最末尾的只有一个睡袋 很快放出豪言的渣男就落败了 志源清楚地记得 渣男最终排名倒数 将会睡在睡袋里 而自己拼了命的也才比他好一点 得到了帐篷 绿茶就不一样了 凭借着与金科长的关系 赢得了第一名 奖励是辆大房车 志源很奇怪 绿茶为什么总能得到最好的 还没等志源反应过来 就听到仓鼠妹妹和朴祖长在聊天 他们把一等奖藏在了水边 如今金科长被公司处罚了没来 绿茶灵机一动 想借志源的男友去抢第一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只要请别人帮忙走男走的路就好了 并且叮嘱 有想要的东西就得不择手段得到才行 志源终于明白 绿茶靠这样的手段在二三年得到了一切 突然志赫迎面走了过来 志源表示第一被藏在了水边 话音未落志赫就要去帮忙 但志源叫住了他 希望二人保持目前的关系就好 其实志源不想让自己的不幸拖累志赫 所以只求可以偶尔吐露心声就好 然而志赫拉下上衣的衣领 露出了胸口心形的涂鸦 志源一下就认出是父亲平时画在零用钱上 志源摇了摇头 表示零用钱不一定要用 他只想和零用钱聊天 以及希望零用钱能变得幸福 这一次志源想靠自己 镜头一转 志源来到河边 象征着第一名的棋子就在对岸 他想都没想直接就下去 与此同时 仓鼠妹妹在营地老板的口中得知 那条河深度超过两米 并且有水台很危险 无力间听到的志赫转身就跑 而此时志源已经到了中心位置 水逐渐地超过了胸口 突然他脚下一滑枕 对人不见了踪影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大女主终于和绿茶闺蜜正面开撕 原来绿茶闺蜜带了渣男送的项链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去拿第一名的棋子 然而到了河边才发现 棋子已经被人给拿走了 拿走棋子的人正是志源 他拼了命的获得第一 就是晚上不想和渣男一起睡 因为上一世自己获得帐篷 而绿茶住进了房车 当晚渣男就以喝多为由 百般要求死缠烂打 最终志源和他出去直至凌晨才回来 而这一世自己睡在房车的话 那么睡帐篷的就一定是绿茶了 想到这志源决定出去躲着 毕竟游戏还没结束 刚出去就遇到了志赫 志源坦白 担心这第二世和上一世过得一模一样 所以他为了有所改变 什么事都愿意去尝试 一转头二人在小树林里散步 志赫好奇接下来他有什么计划 志源表示渣男向自己借了钱 并且在来活动之前买了项链 可这人的头脑又非常的简单 准备拿下哪个女生就会送项链 自己也曾收到过 当时头脑不清楚还觉得很幸福 但绿茶的看起来更贵一些 应该是自己比较容易得手吧 志赫听到这话有些心疼 志源觉得没关系 他正努力地远离那种人 而今天就要实时脱离计划 首先必须确定绿茶获得帐篷 然后尽量把渣男灌醉 另外一边 绿茶撕掉了同事的名牌 拿到了同事手上的第四名棋子 忽然他瞥见了志源 立即猜到拿到第一的原来是好朋友 于是敲咪咪地跟了上去 这才发生开头的一幕 看着偷鸡不成18米的绿茶 志源告诉他这是游戏 可千万不要生气哦 说吧潇洒地转身离开了 然而志源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忍心 都已经走出去老远了 却又决定回去看看情况 可返回后绿茶早就不见了踪影 就在这时 绿茶吃定了志源会回来 所以躲起来准备伏击 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 主持人仓鼠妹妹即将公开今晚的第一名 那么获得房车的人是谁呢 原来志源一把拽住绿茶的脚腕 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 颁奖结束以后 气不过的绿茶故意找志源的麻烦 不明白为什么不让着他 挑明志源像变了一个人 自己本打算装不知道忍一忍就算了 闹到现在反倒他像个坏人 志源直接撕破脸 坦白已经不喜欢绿茶了 自己努力不表现出来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索性直接告诉他 然后强调将要和渣男结婚 自己总不能天天和绿茶绑在一起吧 志源说爸离开了洗脸池 而绿茶站在原地 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报复志源 他盯着不远处的渣男 在四目相对时放出信号 不停地揉搓脱脖子上的项链 果然渣男当晚就找了绿茶 一转眼就突破了好朋友的底线 被不远处的志源看在眼里 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竟然红了眼眶 就在这时 志源的手挡住了志源的视线 毅然决然地拉着他离开了这块伤心地 然而没走多远 志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蹲坐在了地上 志源告诉他 只要站上了决斗场 不能关心对方的伤口 也不能检查自己的 只能抱有必胜的决心 女人用红色的笔画花闺蜜的照片 唯独在三人的合照上停了下来 不停地用笔敲打闺蜜的男友 原来志源觉得自己很傻 被渣男和绿茶骗来骗去的 志赫安慰现在都结束了 剩下的让那两个人自己发展就好 而将志源赢了 其实志源非常感谢志赫的帮助 因为有了他 自己在一三年才不会感到孤独 没想到志赫却表示 他的人生像是用右手写的小说 字迹工整 排列整齐 没有烦恼更没有冲突 后面的话他没说 总之很高兴能够回来 也很开心和志源这样聊天 二人都以为顺利地让渣男爱上了绿茶 然而第二天一早 渣男竟然主动找上门来 质问志源男友睡袋睡袋都不去关心一下 与此同时 绿茶正死死地盯着二人 很明显他见不得志源信物 原来昨晚渣男和绿茶打完架后 叮嘱他不要告诉志源 美其名曰志源只有自己 知道的话会难过的 绿茶听后心里这个气啊 然而万万没想到 渣男觉得得现实一些 二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 与其死缠烂打偷偷摸摸 不如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 没吃不别的绿茶 自然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吃早餐的时候 气氛变得很微妙 志赫与志源对视 绿茶则是躲着志源 又紧紧的盯着他 志源被渣男的阴晴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旁边的志赫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回公司的路上 志源确定昨晚渣男对绿茶做了什么 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没有提分手 真是比预想中的还要渣 也就是说志源的计划失败了 后排的绿茶也在合计 该如何毁掉志源的信用 第二天 公司恰好派遣渣男和绿茶去做市场调研 渣男一开始装出为难的样子 毕竟自己的女友刚和绿茶吵过架 可当听到志源要和朴族长一组时 他又显得很兴奋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志赫故意安排的 没过一回 绿茶塞给志源一封道歉信 这封信写的是情真意切 感人废负 催人泪下 要不是志源死过一次真就能原谅他 另外一边 恩浩回忆起志赫喝多那碗曾说过 他的人生就像用右手写的小说 自己工整剧情顺畅 唯独将志源是用左手写的 这三个字歪歪扭扭 笔记和内容一团糟 因此令自己非常在意 所以志赫觉得恩浩更有资格拥有 因为他十年后还活着 与此同时 绿茶和渣男工作的间隙 他总是用各种办法吸引他 可尽管用尽浑身解数 最终都没能成功 渣男向志源求婚了 那么志源会答应吗 甘蔗男终于遭到了报应 一夜之间变得债台高筑 然而大女主却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原来绿茶故意把渣男吸引到仓库 然后突然制止他的动作 妄图让渣男做出承诺 渣男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想搪塞过去 就在这时突然来了通电话 有顾客因食物过敏喘不上来气了 渣男这才想起来 当才二人就是去拿过敏警示牌的 很快顾客被送到了医院 负责人渣男不仅支付了医疗费 紧急救护车费 还有一笔不小的慰问金 绿茶认为顾客很过分 过敏不应该自己小心点才对吗 渣男却觉得只要不被公司知道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 绿茶不明白他哪来的底气 渣男坦言他的科技股票赚了很多 然而话音未落 电视新闻播报科技股票负责人逃往海外 已经断绝联系超过27天了 导致科技股票直线下跌 第二天渣男在公司无能狂弄 而志源装作糊涂般的帮忙出主意 他越听越气 透露损失比你有想象的严重度 因为自己借了信用带 总之心情烦透了 就在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志源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 实际上渣男还借了巨额的高利贷 其实志源都知道 志赫担心有万一 叮嘱他还得继续盯着渣男 镜头一转 渣男告诉绿茶曾经爱过他 如果没发生意外的话 将会爱他爱到无法自拔 但现在自己必须和志源结婚才行 实际上就是想绿茶闭嘴 不要暴露二人之间的关系 绿茶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于是非常淡定地通知渣男 自己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因为希望他能够幸福 然而渣男却被绿茶的表情吓唤 下班以后 渣男约志源一起吃饭 直接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然而志源回忆上一世的过往 并没有表态 渣男见状怀疑因为自己变局 女友才会犹豫的 反观志源只是吃点东西 就是不说话 志源告诉志赫 只要自己和上一世反着 选肯定对 感情戏就不讲了 志赫家养的大菊猫 就是志源上学时位的那只 卢完猫以后 志源坦言渣男和自己结婚 是为了向家里要钱 毕竟信用代加上高利贷 少说也得有几亿韩元 然而志赫担心照这样下去 渣男无法放弃和他结婚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我认为 镜头一转 上百架无人飞机腾空而起 在天空中排列出了春日两个字 就在志源为此震惊的时候 渣男突然快步走了出来 然后单膝下跪 打开戒指盒 开始了求婚 一旁的朋友们发出热烈的掌声 不会游泳的绿茶闺蜜推到湖边 以投湖的方式逼好友原谅她 然而当好友跳下施救时 这人突然睁开眼睛 死死地拽着好友向下沉 原来甘蔗男准备 以极低的花销向志源求婚 恰好被志赫给听到了 于是立刻表示 因上次企划案事件 公司决定补偿志源 将会在他生日当天 提供别墅举办派对 然而甘蔗男的理解是志赫喜欢女友 但转念一想 刚好可以借花献佛 随即便将自己想要求婚的想法说了出来 求婚仪式结束后 甘蔗男很自然地把手搭在了志源的肩上 然而绿茶见状故意用话敲打 怎么想到这么浪漫的点子呢 甘蔗男明白话中的意思 抽回了搭在志源肩上的手 慷慨地表示 只要女朋友喜欢就行 休息期间 绿茶主动找到志源 拜托她能够消消气 就原谅自己这一次 像以前一样要好 然而绿茶的虚情假意 志源可以说仍旧历历在目 吓得她立刻甩开被拉住的声 并明确地表示不原谅后 转身就想回到派对上 突然绿茶喊了一声 此时她已经站在了家板边缘 话因为洛又向后退了一步 离着不远的志赫听到扑通一声 不知道绿茶怎么就掉进了水中 她仿佛严重溺水般向下沉 就在这时志源也跳了进去 然而就在拉住绿茶的一瞬间 与此同时 志赫拼了命的像胡的方向奔跑 没过一会 落水的两个人就被救了上来 志源洗了个热水澡撞他好多 反倒是绿茶已经回自己的房间睡着了 志源只好解释 闺蜜喝多了才发生的意外 带众人回房休息 志源对刚才经历的事仍旧心有余悸 话分两头 渣男回到房间 掀开被子发现绿茶躺在上面 另外一边 志赫还是放心不下 来到客厅看看志源怎么样了 志源这才讲出心里话 原来绿茶是主动跳下去的 一开始觉得他只是贪图自己的东西 所以想着这人和甘蔗男结婚 自己就可以变得幸福 可如今才反应过来把这个人想简单了 绿茶死死地拉着自己 企图沉到更深的地方 仿佛就像是 志赫没有说话 但志源有了安全感 就在这时有人从楼梯上下来 原来是仓鼠妹妹半夜找水喝 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志赫抱着志源躲在了柱子后面 二人的感情在这一刻更一步的加深了 第二天上班 志源故意在同事们的面前 炫耀了那颗一颗拉的钻截 并且放出风声已经和甘蔗男订婚了 然后对志赫使了个眼色 原来志源的计划是毁婚 当一切真相揭晓后 甘蔗男将会受到重大的打击 而下一步则是掏空他的家里 公司里仓鼠妹妹听说甘蔗男准备带志源见家长 兴奋的提议 好男人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给女友买套装 鞋子和包包 但送鞋子的话又不吉利 所以好闺蜜送就行了 志源听后装作非常期待的样子 刚好堵住了不情不愿绿茶和甘蔗男的嘴 当天晚上绿茶就给志源送买 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 劈腿那天他自己的童馆 而上一世是绿茶要求志源送他的生日礼物 此外这人希望请志源去上烹调课当赔罪 而这个课程是甘蔗男的妈妈去的 志源想了想索性就同意了 那么绿茶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恶婆婆嫌弃的盯着儿媳妇 看着她给儿子做饭 尽管儿媳手上已经缠满了窗壳贴 可恶婆婆依旧觉得不满意 原来志源看着绿茶送来的高跟鞋 心里头觉得很委屈 明知道去上烹饪客是幼儿 却还要装作上钩的样子 然后不争气的哭出了声 紧接着又开心的大笑 第二天二人刚到烹饪班 就听到渣男妈应五小时的停车费 无视商场的规定 恶狠狠的胸前抬服务员 不知道是老太婆心情不好 还是故意找茬 一屁股把志源挤至旁边 又将她的包丢到对面 声称位置是她的 重生的志源一点都不想让这恶婆婆 然而这人压根就不讲理 不停地用身体拱 旁边的绿茶健壮立刻拦住 想要理论的志源 嘴上说就按照固定位置好了 实际上她知道对方的身份 这样一来自己留了个好印象 志源就被未来婆婆嫌弃了 故事确实按照她预想的方向在发展 恶婆婆已经认定志源是个没礼貌的人了 眼神里充满了敌意 烹调刻上绿茶卖力地表现自己 恶婆婆健壮夸赞她干净利落 紧接着话风一转 嘲讽志源动作缓慢 一看就知道在家里没做过饭 可无论她怎么说志源就是不理她 偶尔回怼一句 此外透露男友答应会给自己做饭吃 绿茶听了心里这个难受呀 然而恶婆婆却称她那个年代男人 根本不用进厨房 就在这时帅气的烹饪老师走了进来 恶婆婆立刻告状 有些女人来这里就是想勾引男人 提醒老师小心一点 志源鄙视地吃了一片胡萝卜 然而所有人包括老师都没预料到 志源的手艺竟然这么好 实际上都是上一世被恶婆婆逼出来的 老太婆健壮非常的不甘心 故意找茶光好看没有用 话因为洛抓了一把就填嘴里了 不可思议地又吃了一口 结果味道非常的好 失算的绿茶心里这个气啊 上完碰认课 二人恰好碰到了渣男 志源故意挽上她的手 装作撒娇状问什么时候才能见公婆 很明显是说给第三个人听的 绿茶也很识相 表明和别人有约就先走了 然而林离开之前 她用力捏了一把志源的胳膊 另一边 志赫在飞机上看到一款昂贵的项链 不自主地回想起志源曾说过 渣男送她很便宜项链的事 于是决定买一条送给她 与此同时 志源希望男友送自己那款绿茶同款帽 一开始志人觉得太贵 然而他告诉导购员 男友可是大公司的传奇人物 无论自己看中什么都会买 弄得他压力很大 实际上志源吃准了渣男 是被自尊心支配的人 就这样 在极度的捧杀之中 志源两辈子都没如此开心过 当晚志赫刚下飞机就来到了爷爷的病房 老爷子嫌弃他爱上明花有主的人 大岛别墅派对无人机之类的 他是真的把孙子当成接班人来培养了 直至这时 志赫才反映过来自己的死 比想象中还错失了很多 其中也包括了爷爷的爱 他紧紧攥住老爷子的手 承诺会好好表现 然后深情地抱住了爷爷 镜头一转 志赫来到志源公寓楼下 此时他有些犹豫了 要不要把买好的项链送给志源 这才是大女主该有的样子 正面手撕恶婆婆 原来就在志赫犹豫要不要将项链送给志源时 被突然经过的志源给撞见了 他顺手将礼物放在了后排 志源好奇志赫怎么会在这里 志赫只好承认因为太想他了 此外还透露 从一出生自己就被决定要做什么了 所以只为了公司努力和学习 志源用志赫当时安慰自己的话安慰他 以及刚重生时的想法和今后的打算 总之让绿茶和渣男结婚只是个过程 最主要的是自己得幸福才行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见面 不过志源没说出口 改成了和喜欢的朋友见面 被他这么一开刀 志赫的心情好多了 很快见家长的日子到了 恶婆婆想给未来儿媳一个下马威 所以决定故意迟到半个小时 就在这时 渣男收到了绿茶的短信 他现在就在楼下 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提醒渣男 他只属于自己 镜头一转 渣男率先来到酒店 却发现比预定晚了半个小时 志源还没来 就在恶婆婆准备发火时 一个脚踩恨天高 内衬衣自尖 穿着鱼网袜 身披掉绒毛的女人走了进来 直接把恶婆婆全家给看愣了 而这个人正是精心打扮的未来儿媳 今天见家长主角江志源 恶婆婆一下就认出来 是那个在烹饪班最讨厌的 一看就知道嫁到什么家庭的女人 几人刚落座 他就故意找茬 挑明志源父母都死了 一看就知道很没有家教 然而志源表示自己23岁时父亲才过世 已经受过良好的家教了 不过妈妈就不一样了 她在自己14岁时就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虽然很庆幸没受到影响 但她是劈腿才离家的 恶婆婆也想要一张纸巾 可手伸出去半天 志源就当作没看到一样 这可把她气得尴尬地甩了甩手 于是直接表示对志源不满意 因为家里没大人肯定没学好 不过只要现在有心学也可以 恶婆婆开始立规矩 首先男人进厨房会失去精力 这是共通的大事实 一定得给他的宝贝儿子做早饭 其次孩子要生三四个 如果可以的话多一点更好 不过在结婚之前 恶婆婆表明必须带志源去趟医院 检查一下有没有生育能力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私生活很乱 言外之意就是担心志源不减点 这还没完 恶婆婆想要在结婚后恢复记组 这里简单地解释一下 南朝鲜的记组很早就要儿媳妇起来 准备一大家人吃的食物 事件非常累人的火 其中包括红冬白西 早速离世 以上志源全部都同意了 最后恶婆婆提出 希望婚后志源可以继续工作 听到这话恶婆婆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嚷嚷养活小孩要花很多钱 怎么能辞职在家玩呢 志源表示不是玩 婚后要照顾好公婆 又必须伺候丈夫 还得细心教育孩子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不够用 恶婆婆气得憋出句家教果然很重要 女儿是不能祭拜父母的 配合的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志源质问眼前的老女人 凭什么判自己的父亲有罪 渣男男友 渣男的父亲和恶毒婆婆当场就想翻脸 然而他们没料到 志源拍而起 大声地宣布这个婚他不结了 还有别人家的女儿和恶毒婆婆的儿子一样保 说爸帅气地离开了酒店 渣男立即追了出来 志源顺便通知他 二人从现在开始正式分手了 渣男气不过还想耍横 然而志源记得志和曾教过 女生想要摔倒体格比较大的男生很不容 所以要在对方完全没有意料的时候 一下将其摔倒 渣男和绿茶闺蜜的报应来 原来渣男被志源甩了咽不下那口气 主动跑到他的家门口 非常愤怒地讨要说法 另一边 在志和的安排下 志源已经搬到了他闲置的公寓内 而给渣男开门的是一个壮汉 他健壮立刻点头哈腰语气 变得异常温和 第二天上班 甘蔗男的气还没消 恰好这时志源走进公司 他就想着质问 你有昨天什么情况 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口 志源就先发夺人 渣男刚想还手 就被志和给拦了下来 他嚷嚷不公平 自己被打的时候不出来 志源冷笑一声 所谓的公平就是 恋爱也要平分给两个女人是吗 这句话一出 整个公司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等着后续的八卦 志源从包里掏出一条红色的胖子 然后丢在甘蔗男的头上 甘蔗男猛的记起 昨天相亲之前 和绿茶确实在车上打过架 他一时紧张 怪女友随便翻自己的车子 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劈头 然而一旁的绿茶察觉到不对劲 自己的胖子明明还在呀 这炸男的嘴巴 这这叫什么嘴巴 志源摘下求婚戒指 刚想摔渣男身上 却把他吓得不停躲闪 志源觉得可笑 于是用尽力气一丢 戒指在人群中呼啸而过 撞在楼梯拐角 甲钻瞬间碎了一地 很快办公室相恋七年的情务 男朋友劈腿的是在公司内部传开 与此同时 绿茶坦白胖子不是他的 该不会还有另外一人吧 渣男也懒得解释了 气急半坏地坐在了花坛上 实际上 胖刺是志源特地买了 渣男喜好的款式诬陷他的 没想到会如此顺利 甘蔗男越想越气 决定找志源问个明白 然而绿茶告诉他 无论怎样他劈腿 已经是事实了 绿茶安慰甘蔗男 世人就都会犯错误 虽然做法不对 但情有可原 殊不知二人的谈话 全都被志赫兼听着 一转头志赫的心腹 不意带腹直的金科 长出来透透气 而此时绿茶捧着渣男的脸颊 深情地告诉他 结婚不一定非要志源 然而却被对方无情地推开 甘蔗男让绿茶认清事实 他可不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志源名牌大学毕业 不仅存了不少钱 还能工作养活自己 绿茶就不一样了 除了长得漂亮一无是处 渣男承认二人一起打架的感觉很好 但也仅限于此了 结婚 别做梦了 然而还没等绿茶发脾气 旁听的金科长先受不了了 他嗷一嗓子冲上去 就要和渣男拼命 嘴里嚷嚷怎么可以这么对绿茶 叫喊声吸引过来很多同事 紧接着 公司的人就猜到劈腿对象是绿茶了 然后公司内部论坛开始对他进行声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渣男和绿茶上次过敏事件没有上榜 导致项目的产品被商场选藏 渣男解释上班的时候 他们两个有事离开了 大家一下就明白干什么去 由于影响特别恶劣 崔市长希望渣男可以换个部门 而做了两年半实习生的绿茶 公司的期望是离职 回到家后绿茶不死心 拼了命的打志源的电话想要解释 但却始终无人接听 突然他拿出个本子在上面写下了什么 这次绿茶又要闹出什么花样呢 谈剧情和我的老公结婚剧情持续高能 原来绿茶心里不平衡 写了一封陷害志源的信 第二天刚上班仓鼠妹妹通知 赶紧去一楼看看 原来是过敏的那位顾客 拿着一封手写信 仰着让志源来见他 这人的情绪非常激动 声称今天一定得要个说法 甚至不顾阻拦就要往里闯 志源见状毫无畏惧 表明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然而顾客的妻子听候 这一巴掌的力度不小 删了志源一个猎解 但顾客妻子没有罢休的意思 质问凭什么说丈夫为了补偿金装死 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却怪别人 会不会太过分了 志源没有生气 希望看一下顾客手机上信的内容 接过手机后 他发现是有人模仿自己笔记写的 内容是我是公司关键人物江志源 首先公司内部的三角关系有误传 渣男爱上绿茶的确是事实 但绿茶没有回应对方的追求 相反他原本就是个有魅力的人 目前我正在接受不可避免的事 关于商场过敏完全就是欺诈赔偿的行为 不看清楚东西就试吃 这是过敏严重的人不可能做的事 我无辜的绿茶遭受责难 令我感到十分的痛苦 落款江志源 曾志源看完都给气笑了 挑明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虽然是自己的笔记没错 但在认识的人中 有且仅有一个人可以模仿 随即转头看向了想要逃跑的绿茶 志源大不留心地走到绿茶的面前 然后用力地推了一下他 抓紧绿茶的肩膀 静止地拖到顾客的面前 然后一把甩到地上 不等对方反应 迅速地从他的包里掏出手机 志源熟练地解锁绿茶的手机 点开了那个发布的平台 那封信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注意绿茶没有束手就擒 而是在想半腹脱身 顾客看了以后态度骤变 先是对志源道了歉 然后认出绿茶就是和渣男 一起去医院里 但唯独没有扇他嘴嘛 此时绿茶已经想好了对策 立即对顾客表达了歉意 甚至不惜跪地磕头 再然后转向志源 声泪俱下地祈求他的原谅 然而志源不想给他机会 就在这时 绿茶自爆他怀孕了 看志源的表情 他似乎有些心软 当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渣男喝得烂醉 索性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 已经被人绑住了手脚 渣男误以为是高利贷催债 让让父母有钱 承诺肯定会还他 没过一会他就被放了 实际上绑架的人 是志鹤故意安排的 目的就是吓唬渣男 尽快搞钱 渣男一到家就跪了下来 因为妈妈之前答应了 只要结婚生子 就给他买房 渣男本想着 把房子卖了还钱 可妈妈因为志源的 相亲的事 把买房葬了 一转头 渣男来到绿茶的屋里 开始捕他 表示志源的心很软 一定会原谅二人的 实际上渣男有别的打算 那么精明的绿茶 会被他骗吗 绿茶为了俘获渣男的心 不惜在二手市场 高价收购两道杠的燕运榜 殊不知渣男也在合计 想要利用绿茶腹中的孩子 把当初对志源说的话 对绿茶说了一遍 也就是说 该发生的会 以另一种形式发生 然而只有志源知道真相 渣男患有不孕不育症 但他弄不清楚 绿茶的目的是什么 另一边 正值得崔市长 向老爷子汇报 志源的人品和能力 没有问题 全都是被渣男 和绿茶陷害的 目前已经对二人 进行了处分 就连最初 抢走企划案的老金 也降为了普通员工 老爷子弄轻状况后 想要见见这个江志源 次日一早 志源就来到了 董事长的家里 他们俩聊了很多 另一边 庸人把这件事 告诉给了志和 他立刻冲进会客厅 爷爷警告孙子 别毛毛躁躁 不然会吓到客人 志和送志源离开时 他特想知道 爷爷都说了什么 然而志源对老爷子的 印象非常好 透露自己坦白地 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 不过一点都没感到后悔 以及老爷子 谈论起他的私生活 居然安慰采到便便 不是志源的错 志和认定渣男和绿茶 很快就会结婚 因为他已经身无分文 甚至债态高中 志源不明白话中的意思 原来志和查过渣男的财务状况 只要是能借的他都借了 不仅还款压力大 就连工资薪酬也会消极 志和坦言并非那样 他只是之前没有想要做的事而已 言外之意他喜欢志源 镜头一转 时间来到了圣诞节 恩浩突然给志源打来电话 好巧不巧被仓鼠妹妹接到了 并且故意给二人制造了约会的机会 然而当他把这个状举告诉给哥哥时 明显地看得出志和不开心 恩浩和志源的感情戏就不讲了 反正他最后都会和仓鼠妹妹在一起的 志源约会时满脑子 都是和志和的幸福时光 于是约会结束 就立刻隐晦地拒绝了恩浩 表明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非常高兴能再次重逢 恩浩是个聪明人 自然明白话中的含义 至此二人再无男女之情 一转头 志源找到志和 有些话想要告诉他 志和把志源带回公寓 而最里面早就为他布置好了圣诞装扮 志源坦白今天和恩浩去约会了 而且对方喜欢自己 没想到志和说自己知道 那天他站在桥边很久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拒绝恩浩 志源也认为恩浩是个好人 所以上一世才会喜欢他 但现在心里不那么想了 这一次志源决定吐露心声 他和恩浩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会想起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了解自己的全部 以下是福利时间 正喜欢一个人不是为了拥有 而是希望他能够幸福 志和回想起自己不久是必死的结局后 克制住了此时此刻的冲动 一把推开了志源 坦白自己是个不适合拥有爱情的人 不希望志源后悔 于是拽着他的胳膊 看似狠心实则不忍地推到了门外 紧接着不等对方反应 关上了公寓的大门 第二天一早 志源被闹铃吵醒 他走进公司却发现 志和的位置上没人 旁边的嫖组长透露 听说志和身体不舒服请了假 好像是得了重感冒 当天晚上 志源煮了一些白粥 期间他回想起上一世 甘蔗男感冒生病 自己也是主了粥亲自为对方的情形 这人非但不领情 还大声地呵斥 说什么主粥不是为了他好 只是为了感动志源自己 最讨厌这样的行为之类的话 如今志源又做了同样的事 他感叹自己一点都没有改变 就在他担心会遭受同样待遇 迟迟不敢按下门铃的时候 屋里突然传出一阵猫的大叫声 志源也顾不上什么理解了 直接解开了密码锁 焦急地冲进了志和的公寓 当走进屋里就看到 志和昏迷倒在了沙发旁 志源立刻俯下身子尝试唤醒他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用手一摸才感觉到发了高烧 志源刚想扶志和去看医生 他却忽然睁开了眼睛 恍惚间以为自己稍糊涂 嘟呐不应该看到志源的 随即紧紧地攥着他的手 讲出了埋藏多年的心理话 志和问志源是否还感觉在摇晃呢 多希望他不在那艘船上了 志源听后猛地回忆起 多年前曾在公园对某位大叔讲过类似的话 可惜的是当时没看清对方的长相 而如今模糊的记忆变得愈发清晰 原来大叔就是眼前的志和 志源激动地抱着他 时间一换来到了第二天 志和睁开眼睛发现 志源竟然躺在旁边 他休得一下抓住他的胳膊 尝试性地问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 志源误以为志和想贴亲二人的关系 他立刻解释自己是了要 神志有些不轻 以为发生的都是梦 志源将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事详细地告诉人志和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 表示自己可能会后悟 但就算那样也要二人一起后悟 此外志源认为 和喜欢的人相爱就是浑川的原因 至此志和彻底敞开心扉 决定与志源共同面对困难 这里讲句题外话 这个身高差我好爱 早上上班 他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然而渣男却看不下去了 他到仓库一通乱砸发泄着心中不满的情绪 完全搞不清楚志源在想什么 但一直这样下去又不是个事 所以渣男灵光一闪 把绿茶带去见了妈妈 这人为了达成目的一句话三个谎 鼓吹父亲做生意 母亲是位教师 在父亲过世之前家庭都十分和睦 总之一套组合拳下来哄得未来婆婆非常满意 可当渣男母亲离开后 这俩人又都露出了真实面目 一个费尽心机想要嫁给渣男 一个想方设法利用绿茶向妈妈要钱还债 那么这俩人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男终于准备和绿茶结婚了 但他却突然对着家人大发雷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一天前 志赫听说二人婚礼定在了皇冠酒店 不过没有通知公司 志源一听到这个地方有感发 因为上一时他也在那里结的婚 而那里是每个新娘最糟糕的地点 所以志源认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大早 志赫带着志源来到海边 他们俩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黄昏时分 志源好奇志赫会不会对以往谈过的女友说 今天是二人交往的第一天之类的话 而志赫在想 志源对自己的称呼何事会看 志赫告诉志源 以前的女友怎么叫自己不重要 话音未落 深情都吻了他一下 表示现在自己的心里只有一个人 而那个人叫做江志源 第二天一早 整个公司议论纷纷的 原来老金坐在了科长的位置 要知道他早就被降为志源了 这人不仅对新上任的朴组长指手画脚 还公然挑衅椅子认得主人之类的话 就在这时志源使了个眼策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朴科长喊住老金 质问他企划案怎么还不交上来 警告如果创意差 还不勤奋的话 那自己会很为难的 不过不用担心 只是会有点糟糕而已 并且得懂得知别高低 弄清楚现在谁是科长 坐在这个位置 不会觉得别弄吗 这一套下来 老金彻底的老实了 当晚为了庆祝升迁 朴科长请大家在父母的烤肉店聚餐 期间老爷子端出最棒的牛肉款待客人 并且拜托在座的各位 多多的照顾他们家的公主 志源看着为了女儿的夫妻 不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可能无论女儿的年龄多大 在父亲的眼里 他始终是位公主 志源觉得虽然自己没有了父爱 但依旧不会在风浪中摇晃了 因为身边有了质核 他终于明白幸福是件简单的事 只要身边有支持自己的人就行了 但渣男就不那么走运了 原本答应给他买的房子 现在变成了全租 婚后的蜜月旅行 也被妈妈以怀孕为由定在了博内 至于三斤首饰和婚纱 更是替换成了高档的房品 这与绿茶幻想的 飞上之头一点都不一样 然而这还没完 渣男妈以各种理由 反对漂亮的婚纱 最终挑了一件廉价的 渣男则是全程坐在一旁打游戏 当晚绿茶彻底的愤怒 宣泄着对未来婆婆的不满 渣男看都没看他一眼 嚷嚷和他没有关系 然后把头一扭继续打游戏 第二天 公司公布了渣男和绿茶结婚的消息 得知情况的渣男立刻来到办公室 质问崔市长是怎么一回事 崔市长解释依照公司的规定 员工结婚就会发公告和礼金 并且给参加婚礼的人放假 实际上是志鹤拜托崔市长这样做的 当晚志鹤向志元坦白了一切 志元非常的感动 终于有人和他站在一起了 事实证明志元爸给女儿 误色了一位优秀的男朋友 与此同时 渣男对着妈妈和绿茶发火 他抛弃女友和女友的闺蜜结婚 现在闹得人尽皆知 今后在公司肯定抬不起头了 所以渣男想知道消息是不是绿茶传出去的 不知情的妈妈对着儿子一通抱走 然后把怀有身孕的绿茶带进屋里 表面上安慰未来儿媳别生气 实际上是担心腹中的孙子 那么假怀孕的绿茶该怎么办呢 女主的反击终于开始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解气的 连来参加渣男和绿茶婚礼当天 志鹤把之前买好的项链给志元戴上 因为他觉得他值得拥有最好的 而这一天正是志元的反攻日 另外一边 绿茶穿着廉价的婚纱 带着高仿的首饰 即使这样他仍旧安慰自己很美 毕竟很快就要有家庭了 得看 就在这时渣男妈走了进来 没好气的问娘家那边怎么还没人过来 正说话间 一位老妇人冲进休息室 她自称是绿茶的妈妈 因为堵车这才迟到了 实际上这人是绿茶为了掩盖谎言过来 待渣男妈离开后 绿茶反复叮嘱不要忘记之前交代的事情 大厅这边 渣男正无精打采的欢迎宾客 忽然瞥见志鹤和志元缓缓地走过来 这小子瞬间就被前女友的美貌吸引了 还没来得及擦口水 志元就递上来一个信封 渣男误以为是李金 看都没看就揣进了怀里 紧接着志元就和志鹤走了进去 渣男见状立刻打开了信封 里面装的不是现金 而是他欠款的账单 与此同时 志元来到新娘休息室 他看着绿茶现在的装扮 无自觉地回想起了上一世的自己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志元笑了笑表示婚纱很漂亮 绿茶没听出话中的意思 炫耀是未来婆婆选的 虽然自己不怎么喜欢 但这是长辈的喜好 志元听后没憋住 大声地笑了出来 然后感谢绿茶 紧接着把粉色包包丢在地上 挑明是渣男买给自己的 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 随时拿去用或者卖了换钱 说爸转身离开了休息室 绿茶听后心里不淡定了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 自己从志元的手中抢走了渣男 如今却是别人丢的垃圾 无自主地回想起志元曾说过要结婚的话 婚礼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 随着音乐的响起绿茶走进婚宴厅 就仿佛上一世的志元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一步步迈向了深渊 只不过新人代替了上一世的旧人 很快婚礼一世接近了尾声 志元心中悬着的心也跟着平静了下来 将要散场是恩浩也来了 不过他把情帖给了别人 话音未落 三个穿着非正装 浑身啪里啪气的人走进大厅 而他们正是恩浩转赠的笑爸三人组 三人大不留心地走到绿茶的面前 而目的是感觉对不起志元 专程来替他出口恶气的 还没等绿茶反应 笑爸偷偷就大声公开他抢了朋友的男朋友 如果有良心的话 就不能让志元接捧话 此话一出直接点诈全场 渣男脸上挂不住 选择了独自逃跑 然而这还没完 渣男妈做不住了上前理论 但他怎么可能是三人组的对手 笑爸偷偷几句话再加上其他两人的帮衬 气得老太婆想当场动手 就这样好好的一场婚礼 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闹剧 事后仓鼠妹妹想起来 调科长怎么没来呢 原来她躲在仓库里埋头痛苦 而原因竟然是 也就是说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 毫不知情的志元和志赫刚到家门闹 一个女人出现在了她们面前 而这个人正是志赫的未婚妻 以为让渣男和绿茶结婚就结束 没想到又出现一个未婚妻 她这次来的目的是想恢复与志赫的婚约 原来又拉发现未婚夫解除婚约 是为了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误以为志元是想放大款改变命运 所以她立刻回到了国内 第一时间见了志赫的爷爷 表示虽然志赫单方面解除了婚约 当时自己也同意了 但毕竟是长辈们定下的 再加上她变帅了 所以想争取一下 讲实话我看又拉就不像的擅长 志元得知对方是志赫未婚妻后 立刻松开了牵着的手 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 独自一人回到了公寓 还没等缓过神来 就接到了仓鼠妹妹的电话 听到这个消息的志元彻底崩溃 于是第二天立即代表科长去了医院 然而检查的结果非常不理想 再加上手术的人比较多得排队 所以朴科长的心情很不好 志元深知患病时的痛苦 于是抱着她让其哭出声 毕竟心情好身体才能扛过去 实际上志元更担心的是 自己的命运转嫁到了朴科长的身上 并不是让渣男和绿茶结婚就能结束的 与此同时婚后的渣男露出了本性 嫌弃绿茶是多凡人 然而直至这时绿茶仍旧不相信志元说的话 还在自欺欺人抢了闺蜜的幸福 渣男拜托朋友转租了妈妈付款的房子 共计三亿六千万韩元 她心里盘算让绿茶帮忙还剩下的钱 毕竟债务也是夫妻资产的一部分 没想到却被绿茶给听到了 公司这边 老金趁志元和朴科长不在 故意撬走了项目中的著名厨师 以至于完全进行不下去 仓鼠妹妹立刻怀疑是她搞的鬼 就在这时志赫找了过来 因为志元一直躲着她 所以她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在公司解释 可志元似乎并不想听 因为第二次重生 虽然对二人像是一种礼物 后面的话志元没有说完 志赫便问 上一世有没有听说过她结婚的消息 原本几年后才会和又拉断绝关系 自己只是提前了而已 志赫解释参加了志元的葬以后 才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所以魂穿回来后 就立刻结束了那段关系 然而志元听起来像是一种辩解 当然没有怪志赫的意思 只是她领悟到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像是个过于幸福的梦 自己的妈妈从小就跑了 她说找到了真爱 为了女儿才一直隐忍了 可那些留下来的人 依旧会感受到难过 所以志元认为无论是哪种关系 一旦开始了 就绝不可以不经两人同意单方面结束 说爸便打算离开 但却被志赫给拽住了 那么二人的感情最终会和好吗 解决完绿茶闺蜜 大女主又遭到了未婚妻的挑衅 原来志赫拉住志元 从兜里掏出一张明片 并告诉她明片这人是治疗癌症的专家 自己花了大半年功夫才找到的 其实志元心里清楚都是为了自己 只不过命运转嫁到了调科长的身上 但接过明片后志赫离开了办公室 志元返回工会时 接到了又拉打来的电话 二人刚见面 又拉就给志元来了个下马威 志元坦言以后不会再与志赫见面 然而又拉觉得人生在世 有可能会不小心杀人 但并不会因为杀人后道歉 大家就觉得你不会再杀人 从而当作没发生过 看着对方咄咄逼远的样子 志元坦白喜欢志赫 但得知她有未婚妻后 就当作了个美梦 然而又拉想不明白 明明有个相恋青年 和夫妻没什么两样的男友 为什么偏偏喜欢上色了呢 志元没办法解释重生 所以迟疑了一下 在又拉看来一定是看上了 志赫是继承人的身份 重生过一次的志元当然知道 又拉也看出来了 就在志元打算离开时 又拉最讨厌无名小卒却很高傲 贪得无厌却又失口否认 揣着明白偏偏装糊涂的人 被又拉这么一挑衅 重生后的志元憋不住 真 뻔하네 내가 싫어하는 인간도 딱 너 같은 애들이에요 志元提醒又拉 别以为世界上的人和她想的都一样 志赫是继承人对又拉很重要 但对自己来说什么都不是 因为志元的人生 就算没有志赫也改变了 说罢帅气地离开了酒店 殊不知却激怒了一个怪物 当晚志元暂时将感情放在了一边 开始整理并回想重生后发生的事 直至第二天才终于想明白 命运似乎与渣男和绿茶结婚没关系 那就只有丈夫了 就在这时 朴科长发来消息 他找了名片上的那位专家 手术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与此同时 渣男转租的是被他妈发现了 恶婆婆就全都怪到了绿茶的身上 然而绿茶可不是志元 她立刻站了起来 挑明房子是婆婆找的 合同是老公签的 凭什么怪自己 再加上当初承诺买房 结果却是租房自己都没说什么 恶婆婆气得当场翻起旧账 闲儿媳没有嫁妆 然而万万没想到 绿茶挑明自己买了股票 并且赚了很多钱 随即开始数落结婚 到现在没一件顺心的事 一直在配合婆婆的喜好之类的 所以说恶人还需恶人模 恶婆婆搞定以后 绿茶向渣男谎称已经流产 她还真就信了 当晚仓鼠妹妹请志元喝酒 并透露是哥哥让自己这么做 她感觉有些奇怪 嗜喝不像以前那样 猜到哥哥和志元不开心 是因为又拉姐 仓鼠妹妹提醒 又拉虽然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是个绝无仅有的疯子 因为员工碰了她的物品 就被打进了医院 然而志元不想聊这些了 这是仓鼠妹妹挑明 不是志赫的亲妹妹 并用人格担保 她不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与此同时 又拉想到个主意 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蒙踩油门 直接就向着对面的女人撞了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大总开着她的路虎出现了 原来恶婆婆逼假怀孕的儿媳做家务 但娇生惯养的绿茶怎么做得来 就在她咒骂婚姻给女人带来了什么时 突然门铃响了起来 原来有人寄了关于志赫绅士的照片 以及她和志元约会的证据 还有公司持股的比例文件 不用猜就是又拉记了 绿茶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自己真的捡了志元不要的垃圾 她则是和有钱的男人好上了 然而发完疯的绿茶还不解气 待渣男下班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她看 要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渣男了解了实情后也气坏了 不仅怪父母没给自己好的生活 还抱怨得不到有钱人的支持 不然绝对可以飞黄腾达 然而绿茶则是决定敲诈志元一亿含冤 美其名约是二人应得的 深夜绿茶就拨通了一个号码 没过一回 志元就被手机提示声吵醒 而发消息的人正式抛弃她的妈妈 第二天母女俩就在咖啡厅见了面 妈妈解释她那个时候 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所以夫妻二人没什么感情 再加上当时年纪小 这才会抛弃家庭和心爱的人私奔 不过话说回来 女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真的很疼志元 都怪自己还没长大就生下了孩子 随即表示这些年非常思念志元 然而志元不明白为什么不来看待自己 妈妈把责任全都推卸到了丈夫的头上 声称是她不让见 为此妈妈真心地向志元道了歉 可能是真诚感动了女儿 又或是太过思念 志元带妈妈拍了大头贴 买自己都舍不得带的名贵首饰 还有换季的新衣服 由于太过兴奋妈妈说漏了自己 然而听到这句话 志元反倒是笑出了声 自己读上好大学 进了大公司都不曾联系过的妈妈 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她索性挑明已经与志赫分手 厚颜无耻的妈妈居然问为什么 志元反问她为什么离家出口 然后坦白一开始还不确定 现在猜到是绿茶联系的妈妈 那妈妈就不明白了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买这么多东西 原来志元只想试试 当个被宠爱的女儿是什么滋味 现在心愿已经达成 那么母女二人的缘分也就尽了 妈妈突然拉住女儿 质问到底有没有钱 或者一亿含园总有吧 只要给她以后绝不打扰 志元斩钉截铁的警告 自己没钱以后也没了妈妈 既然当初不选择当母亲 那么以后就请哥走个路安稳的过日子 说把离开了餐厅 很快秘书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又拉 又拉生气这些人水平差的同时 决定亲自出马解决志元 镜头一转 她就出现在了渣男的面前 此时志元正因为母亲的事难过 突然一辆大塔车迎面开了过来 就在这时志赫驾驶大路虎 擦着她的车呼啸 直接拦在了二人中间 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那么志赫是生还是死 婚妻与渣男合谋 准备陷害大女主 更让我恶心的是 女主妈和绿茶闺蜜的爸爸撕的奔 原来志赫车祸六天之前 未婚妻又拉就主动约见了渣男 挑明那封匿名信是她记得 然而渣男一开始不想参与到争斗中 但又拉却表示 像她那种没有想法的人 这辈子只能当一只 连海都不知道有多大的小虾米 渣男听后成功地被激怒了 但又拉没有停止讽刺 今后她一辈子只能活在窝囊之中 感叹人生苦短的同时诸事都不顺 渣男警告又拉说话小心点 含着金汤池出生的人 不清楚小虾米有多可怕 就算是蚊子咬人也是会流血的 然而又拉听后非常的满意 提示不只有志源 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人生 所以她想让渣男教训前女友 而自己寄出了气 兴许又能把UK公司弄到手 最终又拉让渣男好好想想 等下定决心了再去找她 第二天 渣男故意尾行志源走进电梯 她只想知道前女友 是怎么勾搭上董事长孙子的 然而却越说越气 抓着志源重重地摔在电梯墙上 直至此时渣男才反应过来 怪不得见家长相换了个人 又在公司演了出胖刺秀 居然都是计划好的 志源提醒渣男既然要算账的话 还要把劈腿绿茶的事加上 而这才是一切的根源 说吧陶一样的走出电梯 当晚志源回到公寓楼下 遇到了志赫的朋友 然而她的一举一动 全都被渣男监视着 看着朋友的衣服她回想起 那天在门外捣乱 以及催债的打手不就是这个人吗 渣男瞬间人都要气炸了 她暗自发誓要让志源后悟 一转头就找到了又拉 然而又拉调查到 志赫早就将名下部分 不动产过户给了志源 其中包括大厦 土地和公寓 共计约八百亿韩元 听到这个树渣男彻底的震惊了 又拉让手下打开公文包 里面装着一亿韩元 承诺只要志源死掉 就可以给予十倍的奖励 并且提醒绿茶和志源的关系 不似姐妹却胜似姐妹 晚上渣男回到家 坦白已经知道绿茶联系志源妈的事 但给暗示的人不是让她这样做的 重点是志源有八百亿韩元 绿茶听后气的发布 恨自己没有逗过她 这时渣男透露 只要志源死了 那她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志源妈将继承一切 渣男一把攥住绿茶的手 并且温柔地提醒 她的爸爸不是还活着吗 镜头一准 绿茶爸应欠下一个亿的高利贷 被暴力催斩 带人走后绿茶进了屋 原来她知道志源妈和自己的爸爸死了 当晚 志赫交给又拉一份合约 只要停止对志源的敌意 就将UK旗下航空和旅游公司的股份给她 并拥有完全的支配权 没想到又拉将合约往桌上一丢 坦言这点东西就想成全爱情 未免也太微不足道了 她预想的生活是志赫没有解除婚约 然后两家在适当的时机举行婚礼 最终过着互不关心的生活 志赫预感到里面有人 立刻走进卧室搜找 但却什么也没发现 志赫警告又拉 挖掘彼此的弱点互相折磨对方 别忘了这一点自己比她做得更好 最终这场谈判没有成功 志赫走出酒店就联系了崔市长 另一边 渣男其实真的躲在房间里 又拉索性告诉她 航空加上旅游公司共计四兆韩元 但志赫随便就扔过来了 所以自己很生气 原来绿茶将以五千万韩元摆在桌上 表示可以让父亲先拿去应急 等她交代的事结束 还会偿还父亲所有欠下的债务 但是出这笔钱的人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在座的人全买了 绿茶罢听后有些犹豫 随即渣男收到答应的消息 她叮嘱绿茶绝不能提到自己 挂了电话以后 又拉兴奋地奖励了一个亲亲 渣男则是认为攀上了有钱的姐姐 然而带她离开酒店 又拉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 对着保镖问出了开头的那句话 保镖查到这个周末是智元父亲的记忆 又拉听后决定把杀人计划定在那一天 让他们父女团聚 星期天一大早 智元就归在了父亲的墓前 另一边 崔市长通知智赫 又拉目前没有任何行动 但智元妈非法租了一辆卡车 推测对方想弄死智元 那样她名下的不动产就会落入母亲之手 智赫听后立刻给智元打去电话 凑巧的是她的手机没电了 而提前安排保护他人的车子居然抛锚了 不过好在她向智赫报告了智元的路线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后 智赫就做了一个决定 刚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回到2013年 是对喜欢智元未能表达的爱 还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如果不能和智元在一起 那么浑川的理由会是什么呢 直至现在智赫才明白 于是给智元的电话留了眼 她坦白自己死在2023年 是因为一场惨烈的车祸 再次睁开眼睛就是2013年 紧接着便看到了活着的智元 曾一度认为可以拥有这份幸福 然而终究是无法守护喜欢的人到最后 因为智赫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 但又无法抗拒二人可以短暂在一起的诱惑 此时智元经过路口在等红绿灯 绿茶坝开着卡车向她撞了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智赫感到了 她明白自己是为了守护智元才回来 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刻来得如此之快 如果能事先知道 绝对不会开始这段感情 她认为此次车祸只是该发生的事 智元守在手术室门外 此时手机已经充满了电 她听了智赫的留言 终于理解了智赫对自己的感情 另外一边 秘书汇报 智赫突然冲出来被撞 已经送往医院治疗了 至于驾驶员目前在逃 又拉一下就猜到 肯定是去找绿茶了 于是让渣男立刻带着妻子回家 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原来渣男赶到酒店时 绿茶爸带着智元妈已经跑了 唯独丢下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她将这一切 全都怪到了智元的头上 与此同时 崔市长查到了驾驶员的身份 她吩咐手下请求合作调取智元妈的资料 并且推测 绿茶绝不可能一个人做出这种事 谈话恰好被智元给听到了 直至这一刻 智元意识到自己浑穿后 不仅没报仇 还一事无成 甚至连累了智贺 于是她立刻约见了绿茶 问能不能放过自己 一开始绿茶装傻 表示听不懂智元在讲什么 甚至责备因为她自己都流产了 智元直接挑明渣男不孕不育 听到这话绿茶也不装了 扬言绝不放过智元 也不会让她兴了 而造成这样原因的 是智元所谓的妈妈和绿茶狠心的爸爸 当女孩意外发现 自己的父亲和同学的母亲好上了 她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咽不下心中那口气 于是绿茶找机会接近了智元 故意拿走了她的钱包 然后等智元买东西被刁难时 在装作偶然捡到还给她 以此换取对方的信任 就这样二人迅速地成为了好朋友 然而这天在智元的家里 智元爸听说女儿朋友来玩 特地准备了女生喜欢的小蛋糕 还配了热牛奶 并且给绿茶和智元一人一张爱心灵用钱 可这样暖心的行为让绿茶产生了极度 她望着墙上父女俩留下的幸福时光 听着门外二人的嬉闹声 心中的极度逐渐地变成了憎恶 绿茶从那时起便决定夺走智元的一切 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身边总是有美好的事物 绿茶挑明智元弄不清楚情况 每天只会傻笑 非但不识相还特别地讨人厌 因为她认为自己 活在地狱般的世界里 事到如今智元终于明白 绿茶恨自己是因为她父亲劈腿的对象 是自己的妈妈 实际上绿茶觉得自己很可怜 但她不知道 其实智元从一开始就知道父母们的秘密 读书的时候智元有些庆幸 绿茶对父母们的事一无所知 所以心中充满了愧疚 每当下雨同学们被家长接走 她总是充当那个撑伞的角色 即使遮风挡雨的人不在了 智元也希望绿茶能够幸福 所以高中遭受霸凌时她选择了忍耐 即使生命就要走到尽头 她依旧抱有那份歉意 然而在绿茶看来一切都是惺惺作态 为了智赫那个富三代 就把垃圾渣男丢给自己 她嘲笑智元一向如此 表面装善良结果拿走了最好了 智元告诉绿茶 她变成现在这样 是自作自受 放完狠话智元就离开了 她决定必须将自己的命运转嫁到绿茶的身上 与此同时 秘书已经和警方谈好 车祸会议驾驶员醉酒结案 又拉叮嘱必须尽快找到绿茶坝和智元妈 她对秘书的举止 看得出二人的关系不一般 而又拉的下一个目标 则是白恩号 不知道过了多久 智元每天都守在智赫的病床旁 她担心她不会醒来 所以一直不停地讲话 并且播放那段录音文档 不知道是二人的真诚感动了苍天 还是智元的刺激起到了笑 智赫真的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然而智元为了复仇 竟然打算诱惑渣男 倒错吧 大女主的复仇方法 竟然是挽回渣男的心 原来智赫醒来后 智元和她一起回到公寓 她打算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其实智元已经猜到 前未婚妻又拉想杀了自己 事成之后 渣男和绿茶就能分到遗产 所以断定这些人联手合作 另一方面 智元已经知道朴科长的丈夫劈腿了事 自己的命运似乎转嫁到了她的头上 所以不是渣男和绿茶结婚就算结束 智元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保护朴科长 当天下午 崔市长汇报 因为警方抓不到人 所以推断交通事故为最久引起 她虽然派人跟踪了又拉 渣男和绿茶 但没有获得有用的线索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找到绿茶爸和智元妈了 智赫觉得又拉肯定也在找 关键是谁能先一步找到 第二天上班 渣男在公司看到智元特别的惊讶 便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又拉 并且提醒智元看上去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她现在实在是弄不清楚情况 又拉推测应该是智赫出院的原因 叮嘱渣男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就好比打架时 大吼大叫地冲上去薅住对方的头发容易 但懂得忍耐才能赢得胜利 紧接着邀请渣男等下来健身房 一边运动一边想想对策 挂了电话以后 又拉后悔和渣男这种素质低的人牵扯到一起 紧接着她联系到了绿茶爸和智元妈 安抚这俩人大家现在是同一艘船上的骂人 并提议偷渡出国躲一阵 公司这边 调科长向智元和松鼠妹妹诉苦 她决定晚上冲进家门打现行 因为只要自己一住院 丈夫就会把狐狸精带回家 所以今天她谎称住院 这不正和智元上一世的经历一样吗 他觉得不能让调科长一个人回家 提议自己也跟着去 当天晚上 智元和调科长带了两名警察手在楼下 狐狸精还真来了 故意等了十分钟后他们冲进家门 智元刚进屋就发现门口有双大红色的高跟鞋 和绿茶穿得一模一样 这下全对上了 然而狐狸精狡辩 谎称只是来送些小菜 那委屈的样子差点哭出来 调科长的老公也来了底气 质问妻子怎么能怀疑他 紧接着叫嚣地把警察和狐狸精通通赶走 唯独智元没有听从威胁 调科长劝他离开吧 自己和丈夫好好谈谈 然而看着地上摆放的东西 智元就想起了自己上一世的遭遇 于是他走到门口抄起一根高尔夫球杆 两三下就将客厅正中间的玻璃茶击砸得稀巴烂 这是警察听到打杂声又折返了回来 丈夫嚷嚷赶紧带给志元 地旁忍气吞声的调科长终于忍受不住爆发了 他让丈夫庆幸把没有当场被逮到 车里做的那些事 自己已经全部知道了 还想等妻子死了 拿到巨额的赔偿金 和狐狸精两个黑黑的笑还算是人吗 然而丈夫却嚷嚷不能含血喷人 这一巴掌下去彻底激怒了人渣 他用力推了嫖科长一把 嫖科长就像上一世的智元一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幸好刚才智元已经将茶几敲烂了 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最终闹事的几个人都被带回了警局 智赫得知消息立刻来保释他俩 经过这么一折腾 智元更加确信命运转移不受人 假如癌症来源于丈夫的压力 那么被丈夫杀害又来自哪里呢 坏掉的密码门 那双大红色的高跟鞋 还有洒出来的糖果 智元推测是丈夫和熟识的人有感情纠葛 或者是人渣们基于妻子死亡后的赔偿金 他忽然就想明白了 立即决定去诱惑渣男 因为必须得让他有感情纠葛 认为死了老婆也无所谓 此时绿茶已经联系不上渣男了 没想到智元居然同意了智元的猜测 于是第二天 智元穿了双大红色的高跟鞋 和智元两个人在渣男面前演了一出戏 他成了拿走巨额分手费的纠缠女 下午智元就依照计划 开始重新俘获渣男的心 他解释因为背地里收了董事长给的钱 所以智元才会那么生气 可自己一个小智元夹在这俩人中间能怎么办呢 渣男越想越合理 猜测这八百万韩元是分手费的话就说得通了 与此同时 绿茶还是联系不上渣男 便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茶闺蜜的报应来了 原来智元向渣男坦白 车祸的驾驶员是绿茶吧 他怎么都没想到最好的朋友居然要杀了自己 以及智赫派人跟踪自己 不然分手后没见过面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现场呢 说着说着智元开始飙演技 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被人监视着 然后故意向渣男头去求助的目光 这一招对付他还真奏小 回去的路上渣男心里不停地盘算 智赫是个富三代 智元肯定想和他在一起 不过现在能拿800亿韩元分手费 离开也是明智的 并且智元真有那么多钱还不能杀他 毕竟他死了的话还要和智元麻烦 那样到手的只有一点点 反之如果重新和智元在一起 那800亿韩元不是进了自己的口袋了吗 还没等渣男反应 智元立刻表示自己说错话 他当转身就被渣男一把拽住抱进了怀里 然而发生的一切 全都被智赫看在了眼里 待渣男离开后 智赫笑他好像真的后悔了 然而智元知道 这个人肯定在计算利比 镜头一转 渣男向又拉汇报 事情变得容易了 智元不知道自己策划了车祸 只要除掉那两个老不死的就行 到时候YK公司和智赫随便他怎么做 而彼此相互作为后盾 万万没想到 又拉断言 渣男小看了智元 随即让秘书杀了智元妈和绿茶吧 因为没有这两个人 就算智元再怎么折腾也没证据 与此同时 渣男向绿茶提出了离婚 其实绿茶心里清楚 自己的丈夫肯定见了智元 他自己也仔细地想过 假如渣男想要和智元复合的话 最多损失的是他而已 第二天 又拉以两杯的价格收购了恩浩所在的餐厅 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请他帮个忙 只要答应就把这家店送给恩浩 否则的话 将在业内除名 然而又拉低估了恩浩的人品 他宁愿放弃热爱的厨师行业 也没有选择帮忙 恰好仓鼠妹妹想到的办法 立刻把他介绍给了智元 智元在听了详细的经过后 猜到一定是又拉搞的鬼 不过可惜的是他没说要帮什么忙 另一边 智赫以同样的方式见了又拉的秘书 要么帮他的忙 要么和又拉一起垮台 秘书的意志就没那么坚定了 他选择了自保 公司这边 渣男想约智元晚上吃个饭 趁机增进一下感情 就在这时 智赫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找到了诱惑渣男的替身 也就是说智元不用演戏了 原来智赫让秘书送了一双同款 大红色高跟鞋 以及一盒彩色糖果给又拉 挂了电话以后 智元正式地警告渣男 到死都不想和他再有往来 渣男觉得自己被耍了 孕育了一个极端的想法 当晚又拉将老两口伪装成自杀 然后命令秘书烧了他 与此同时 绿茶拨通了他的电话 公司这边 渣男气不过准备报复智元 然而智元早就看透了他的嘴 嚷着让他杀了自己 眼看着智元就要断气了 智赫突然出现一脚把渣男踹飞 立即蹲下查看智元的情况 然而喊了好几声他都没醒 明清晨的编决 明清晨的编心 provided 谢谢大家